故事起源于李朝明远公主 他的和亲为西境带来十多年边境安稳 七夕奇巧会上却意外受伤 染上了肺老孔十日不多 性命危在旦夕 为了百姓安居乐业免于战乱 便提议和李朝再次和亲 而此时李朝也是政局动荡 东宫太子李承继揭发科举舞弊 幕后主谋便是右向高于明 然皇帝并不相信他 一切证据指向太子陷害高相 便被禁足半月不得参与朝政 早晚有一天 民心必施 国将不国 太子为了还学子公道 与皇帝起了冲突 仪器之下动了家法 大太监曹吉 及时送来西州和亲的消息 才打断了太子受罚 大殿上皇室宗亲忠王提议 由二皇子宣得王为使 去西州求亲 而缓缓前来的右向高于明 却建议由太子前往西州 高于明是皇后的旧父 也是五皇子李承鄞的旧公 之所以提议让太子率使团去西州 便是想在西州路上除掉太子 最终太子被废 将为亲王 却密而不宣 则令三日后启程远赴西州 然后再前往西州安护府 卫建军功不得回朝 天界无父子 相比皇宫东宫才是最凶险的地方 比皇帝更难做的便是太子 三日后李承鄞出发西州 临别之际李承鄞突然前来请命 和小枫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父皇 儿臣请求有皇兄 一同前往西境 师父顾建和小枫两小无猜 小枫仰慕这个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的师父 在顾小五出现之前 他是小枫眼中最好的男子 面对小枫或直接或委婉的示爱 顾建总是顾左幼而言他 小枫是西州的嫡公主 丹蚩王的外孙女 要去豊朝和亲来换取边疆数十年的安稳 顾建身负血海深仇 他和小枫两人在感情上 注定是两条不可交集的平行线 师父柴木再三提醒他 注意和小枫交往的分寸 西州大王妃丹蚩王之女知道王上 答应明远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和亲 亲生女儿的婚事岂能容忍外人定夺 便命人给父亲丹蚩王送了消息 丹蚩王收到消息后便派阿渡来帮他 小枫听到父王要把他嫁去豊朝和亲 便去求师父顾建带他离开 他只是他的师父 没有资格带他走 阿渡的到来依旧没有给小枫带来希望 留在此处只能任凭安排 回丹蚩更是痴心妄想 还是一样无处可去 赵瑟瑟辅国大将军赵靖女之女 和李承鄞自小一起长大 幼时进宫在甲山处伤了腿 被李承鄞所救 因此一直心存爱慕 而李承鄞至始至终对他权势利用 只为拉拢赵家为他所用 借赵家势力打压高相摆脱皇后控制 长途跋涉李朝使团队一路前行 途中却遇到了暗杀 交战激烈士兵死伤无数 李承鄞力挽狂澜 带着李承记狂奔逃离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最终逃脱 但李承记还是死在了丹蚩人手 一周大飞认为是明远蛊惑了王上 所以命小枫去遥远的李朝和亲 大飞恨透了明远 便让心腹阿渡前去刺杀他 却被顾剑及时发现阻拦 顾剑再三考虑 找到小枫决定带他离开 你先出声 小枫按照约定在黎人坡等顾剑 蔚蓝的天空 黄色的沙海 远处郁郁葱葱的翠绿 还有枝繁叶茂的白化铃 在风中轻轻优雅地摇曳 只有小枫那一抹红作力在烈日下 焦急地等待应该出现的人 然而等来的却是血迹斑斑的李承鄞 结果他重伤倒地 小枫心善不忍他困死在沙漠中 便把昏迷的李承鄞放在爬梨上 用马拖着前行 可等他苏醒后以为是刺客 便对小枫发动攻击 两人从马上双双坠落 李承鄞因因伤势过重再次昏迷 小枫为了安全起见 把昏迷的他绑在了大树上 等他醒来后 发现小枫拿着圣旨在看 害怕自己的身份泄露引来杀身之祸 便想要抢夺圣旨 却发现小枫是个文盲 编造自己是李朝商人 半路遇到杀盗被劫 丢失了货物还和商队走散 你手中那个是我的通关问题 小枫傻乎乎地信了他的话 李承鄞欺骗他的手段不算高明 但西州人不善阴谋 小枫自不是他的对手 可随后他们听到一顿锅躁 李承鄞发现丹翅人携带的财物 正是他们的随身所带 认为太子就是被他们所杀 这时却出现了李朝的将军 高显居然靠这种方式来赚取军功 太子死在了西境边界 自然害怕事情牵连到自己头上 不敢再胡作非为下去 便无限期暂停双方交易 等高显走后 小红马的叫声惊动了依莫言 小枫留李承鄞在原地 自己出去应对丹翅人 原来依莫言是丹翅王的孙子 小枫的表哥 依莫言看是自家妹子 便放下戒备心 等小枫回头找李承鄞时 发现他已经悄悄离去 只留下欠他三个条件的承诺 可惜小枫只认识三个字 李承鄞沿着河流一路向下 被柴木找到 明远得知使团遇袭太子被害 心中万分悲痛 便派他出来四处找寻 如今形势复杂 为了李承鄞的安全 柴木亲自把他护送到安护府 等顾剑找到小枫 还未等两人离开便被人发现 为了不伤及无辜 只好乖乖打到回宫 王上拿着鞭子 追着他满宫垫跑 势必要给他一个完整的 童年 大妃互独自户的警 王上只好再次给冤家进了族 安护府外埋伏了众多杀手 柴木刚离开 还未等他们动手 裴赵及时出现解了他的困境 高显是西进安护府都护 等李承鄞看清他时 发现他竟然是和丹蚩相勾结之人 压下心中疑问 带着裴赵去看太子 对于二皇子心狠手辣 李承鄞对太子感情深厚 发誓一定要为他报仇 李朝皇帝收到太子被杀的消息 忠王一派主张与丹蚩开战 二皇子情旨愿意领兵前往 扫平丹蚩维护边境安稳 又向确实反对意见 纵然丹蚩胆大狂傲 但对李朝还是有所忌惮 太子遇刺对丹蚩百害无一利 唯恐其中另有蹊跷 不应在未查明真相前贸然起兵 圣上最终派二皇子前往安护府 想查太子遇刺一案 另让李承鄞率使团继续前往西州求取 顾剑为了小枫要不顾一切离开 师父提醒他 莫要忘了自己肩上背负的使命 还有顾家的血海深仇 老头因为二十多年前做了坏事 为了保命 每日在人前装作风烛残年病体泱泱 仿佛在苟延残喘地活着 歪着脖子类似半身不随 但在人后很快便恢复如常大不留心 之所以这样假扮装病 都是为了在皇上面前示弱演戏 半君如半武 高于明唯恐陛下忌讳 陛下是个心狠手辣之人 需要能掌控的臣子 君臣之间永远不可见远 高于明夜之间不仅急白了头发 甚至装作中风卧病在床 长达一年未敢上朝 也只是不愿高家重蹈顾家覆辙 当年顾氏一族乃中原名门 顾如会前朝票计大将军文武双全 也是李承鄞的舅舅 和还是太子的当今圣上 还有十六位大将军陈征三人群同手足 一起征战沙场屡历战功 先帝驾崩后太子继位 顾如汇丰右相 统领三省在朝中为人正直又深得民心 高于明野心勃勃于顾将军政见不合 便在朝中暗自培养自己的势力 为了铲除一己不择手段 诬陷顾将军通敌叛国 意图谋反 陛下面对证据虽起了疑心 但也只是让高相彻查此事 把相关人员带回大理寺审问 不曾想高于明直接率兵闯入府中 假传圣旨疯狂砍杀 一夜间顾府血流成河 尸骨如山 几百条生命惨死在利刃之下 陈征将军救出顾家唯一遗留下的血脉 而自家几十口惨遭活埋 陈将军的妻女也未能幸免 如此大的灭门惨案轰动朝野 高于明又巧言令色颠倒黑白 故告顾陈两家串通谋反 因拒捕顽抗 已经通通伏法 陛下一怒之下下旨通缉陈征将军 高于明坐上了顾将军的位置 又煽动朝臣谏言废了顾淑妃 顾淑妃正是顾如会亲妹 李承宁的生母 当年陛下及其宠爱淑妃 迟迟不愿下旨废除 直到淑妃怀上孩子平安生产 当时皇后无子 又嫉妒陛下对淑妃宠爱 便假装姐妹情深 日日探望送补药 实则偷偷在补瓶里下了药 淑妃产后虚弱 顾家灭门也使她心结难消 加上被皇后下了药 等她发现时一切都已玩意 自知难逃一死 为了保全李承宁性命 委托明媛请求陛下将她托付给皇后 我要告诉承宁 顾淑妃安排好一切便撒手人寰 皇后对李承宁感情十分复杂 一手养大的儿子 不是亲生也还算有一定感情 但母子亲情和权势地位相比 她还是选择后者 李承宁在她严厉管教下 小心翼翼长大成人 陈征多年来为了给顾臣两家翻案 在西州隐姓埋名 是江湖组织乾隆史首领 为明远公主效力 小峰的师父顾姐 便是顾家遗留的唯一血脉 二皇子李承叶奉命来到西州安护府 一则调查太子死因 二则率领十万大军随时和丹翅开战 高显常年养扣自重 和丹翅朔博等都有钱全交易 太子死在西北边疆 自然知道接下来便是狂风暴雨 和丹翅无限期暂停交易 他可是高相的儿子 岂会不知太子一死 陛下定会以此唯由一举将丹翅剿灭 除去心头大患扫平边境之乱 但是铁达尔王杖时常更换位置 一般很难寻到 但是一旦找到绝对可以一举拿下 上一次刺杀太子李承鄞侥侥幸逃脱 为了把他斩草除根 宣德王便把寻找王杖的任务 交给了李承鄞 而李承鄞以为是丹翅杀了太子 一心要为大哥报仇 也知陛下此举要剿灭丹翅 便决定要亲自去找王杖 柴木知道李承夜让五皇子前去 背后定时另有所图 李承鄞此行凶险万分 但是如果能找到铁达尔王杖 那么李承鄞离太子之位便进了一步 小枫便是最好的人选 他是丹翅王的外孙女 不行啊义父 顾剑不愿利用小枫 但他身上背着顾家血海深仇 更不能背叛顾家冤死的阴魂 只能放下自身感情 小枫不愿去李朝和亲 每日绞尽脑汁想办法 便再次约见顾剑向他表白 我想让师父跟我定亲 这样我就不用被逼去李朝和亲了 顾剑看着如此名谋好耻 纯真可爱的小枫 却要利用他 去伤害他最在乎的人 将他卷入恩怨和仇恨当中 顾剑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自己这样的一个人 确实不配拥有他 不配拥有这样纯洁快乐的人 他告诉小枫 已经为他找到 全天下最好的男子 顾剑亲手把小枫 送到青石拱桥 威风拂面小枫 一步步踏上小桥 一步步远离顾剑 迎面看到是上次 不告而别的李承宁 李承宁也未想到 今日所见之人 会是救命恩人 在小枫眼里 他阿翁是最厉害的人 就连沙漠里的秃鹫 听到他的名字都不敢落地 如果敢对他无礼 便会把他绑在马上活活拖死 李承宁狡黠一笑 告诉他 如果把他活活拖死 那么西州就再也没有好茶叶喝 告诉小枫 他什么时候 看懂留给他布条上的字 便答应帮他不去豊朝和亲 小枫认定 他就是个油嘴滑舌的骗子 大飞心疼女儿不人远嫁 打算让小枫去丹蚩赞避风头 小枫想让顾剑陪他去 只因他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还未等他们出发 明媛已经病入膏肓 兵临死亡 嫁给王上七年受尽宠爱 也给边境带来多年安慰 也算不枉走这一遭 不久便在王上怀中香消玉语 男子亲手把心爱的女孩 送到别人身边 看着他们两人甜蜜互动如胶似漆 一会儿又在溪流中嬉戏打闹 小枫笑颜如花字一洒脱 而顾剑心中的酸楚 只能独自吞下 原来在去找王丈的路上 顾小五看出小枫喜欢顾剑 便自告奋勇提出帮他试探 表哥是否也钟情于他 小枫天真心思单纯 丝毫没有质疑顾小五的用心 再者非常想知道顾剑对自己的心思 便和顾小五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爱与不爱 喜欢与否还是自己向他问得清楚 小枫直接向他挑明 问他是否喜欢自己 奈何顾剑还是说了违心的话 小枫确定了他的想法 假装坚强强忍着泪水跑开 等他们一路行至死亡 被朔博的原格将军带人团团包围 他们来者不善 在西州求取小枫不成 便打算将他掳去朔博 双方展开激烈交战 顾剑和顾小五紧紧护着小枫 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为了小枫的安全 顾剑让小五带着小枫先行撤离 小五带顾去走 各位成贵客 师父 照顾我的 小五带他离开时 不小心把冥笛掉落在死亡谷 被原格收走 顾剑没有后顾之忧 自己留下和他们展开殊死搏斗 小枫出逃西州王宫 以乱作一团 侍卫九旬不见其踪命 西州王看自己的大妃并不着急 才知道他让小枫前去投奔他阿翁 你这是要将女儿置于死地 帮我闭上绝路啊 阿什纳云这才知道 自己做了多么愚蠢的事 两人逃到河边前方已无路可走 后面追兵紧追不放 无奈小五赶走小红马吸引追兵 自己拉着小枫跳入河中 小枫不属水性 顾小五为了保住他的小命 便在水里吻了他帮他肚气 等追兵发现小红马前去追时 两人才从水中游上来 上岸后小枫气急败坏 一路对他拳拳相向 埋怨他亲了自己 夜幕降临两人来到公月城 原想找家客栈等着与固坚会合 突然发现全城已贴满小枫的画像 悬赏黄金一白钉全城找他 这时小五发现母亲留给他的玉佩不见了 心急如焚不禁指责小枫全怪他 小枫一头雾水 却突然想起玉佩掉在了水里 次日自己偷偷再次下到河里打到玉佩 自己水性不佳 便用绳索绑住手腕 多次下水试图拿到玉佩 河水湍急 小枫坚持不懈终于拿到手中 但在水下时间过长 体力严重不支 不慎在水中逐渐失去意识 这时顾小五及时赶到 将他报上岸 小枫清醒后第一件事便是还他玉佩 我找到玉佩了 顾小五此时看他闪烁的目光 心里不惊一热 顾见在小枫心里是正直 善良有情义 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以前总以为自己是西州九公主 有人疼有人爱 可以开心快乐度过一生 可现在多希望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不用去礼朝和亲 说不定就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因为他做不到像明远娘娘那样伟大 远嫁西州独自忍受孤独 如果可以他便想跳下去忘记一切 等他们回到公月城 城中有寻找小枫的画像 顾小五只能独自出来找顾见 小枫一人留在破庙等待 却听到有人放鸣笛声 以为是师父放去的信号 便独自一人骑马前去会合 等小枫看到自己的鸣笛 才知道中了埋伏 是朔博原格引诱他上套 小枫快马加鞭一路疯狂逃跑 迎面看到丹蚩王琪 赫师 赫师救我 赫师是丹蚩第一勇士 是阿渡的哥哥 即便他们在勇猛 可架不住朔博人多势众 赫师以防万一 只能让公主一路向北寻找王丈求救 他们留下于朔博兵浴血奋战 天宫不作美 艳阳高照的天气瞬间雷雨交加 躲在夹缝中避雨 次日在赶路寻找王丈时 便从马上昏厥摔了下来 好在顾剑找到了他 小枫并忠他贴心照顾 可他却要利用小枫对他的信任 将他推给李承宁 引他去丹蚩找铁达尔王丈 小枫以为不辞辛苦照顾他的是顾小五 心中对他很是感激 在顾小五的提议下 两人前去西晋安护府 求助陪赵前去就喝湿 忙忙戈壁两人又累又渴 拖着沉重步伐一步步向前挨着 等顾小五找到水源取到水 欢喜雀跃地返回时 不小心陷入流沙中 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已经快速向下下沉 小枫急忙拿绳索扔向他 自己一手拉紧绳子 一手紧紧抓着马将 命令小红马用力向后退 拼尽全力拽着顾小五 可依旧无法将他拉出流沙 他在一点一点沉沦 小枫却用命在救他 李承宁突然觉得千步该万步该利用他 更不该利用他的单纯善良还有爱 顾小五在生命即将结束时 被顾剑从流沙中救出来 小枫和他一起经过 惊心动魄的生死劫 心也在慢慢向他靠拢 在裴赵的军营短暂休整后 不敢多坐停留 便一起前去搭救 还在浴血奋战的赫施 勇士就是勇士 赫施率领的勇士 在经历一夜的顽强抵抗 朔博冰 还是未能将他们完全围剿 裴赵下令左营 从后面将他们团团围住 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天更山一带隶属 西晋安护府管辖范围 朔博在此处目无王法随意杀戮 况且为了维护西晋各国安定 豊朝岂能袖手旁观 两国本就实力悬殊 原格自食不敢得罪豊朝 只好点头哈腰伏地坐小 灰溜溜带兵快速离开 赫施对于豊朝出手相助十分感激 眼下朔博冰虽撤退 但未必会就此罢休 而且他们有伤在身 小五提议由陪照护送他们到丹蚩边境 赫施感谢归感谢 但心中还是存有警惕 可现在残兵弱将赫施只好答应 顾小五濒临死亡时 对单纯善良的小峰 也有过不忍心 可这种不忍心最终还是被复仇心掩盖 他不能明着告诉小峰真相 便借用子虚国的故事讲给他听 小王子身世凄惨 认仇人做母亲多年 长大后得知真相 唯一得心愿就是扳倒王后 为自己的生母报仇 可王后势力太大 小王子根本没有能力 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子虚国的储君 可是储君之路不满荆棘 父子反目兄弟相残 小王子别无选择为了达到目的 不得已欺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如果是你 你会原谅小王子吗 当然会了 听到小峰的回答他被触动了 也许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小峰 可他还是照样要利用他 他的不安和愧疚 被小峰肯定地回答抚平了 复仇战胜了爱 小峰口中的原谅 也许是他给自己的借口 次日陪赵护送他们到丹蚩边境 便下令士兵原地返回 铁达尔王杖可不是谁都能进 顾小五已经取得小峰信任 顾剑的任务已经完成 便提出他回西州向王上报平安 顾小五和茶队走散无处可去 在小峰再三请求下 赫师只好答应带他进入丹蚩 非我丹蚩族人进入丹蚩 必须蒙眼前行 小峰太过善良 就这样被他两个轻松联手套路 小峰隐忙入室 也正因为他蒙眼进入丹蚩 一路靠着听觉和触觉感受路线 李承迎喜提离狗子称呼 射过溪流 穿过岩壁 横穿过风口 经过长途跋涉路途十八弯 一行人终于到达铁达尔王杖 见到了心心念念的铁达尔王 没想到对于他外孙女的救命恩人 却明显被视若无睹不受待见 丹蚩为了生存 从不允许外人接近他们的王杖 可铁达尔王因宠爱小峰 还是允许顾小五进入 他能感觉出两人有懵懂的情谊 但他不信任中原人 出于对小峰的保护 便放话只有杀了天根山上的白眼狼王 才能迎娶小峰 小峰知道他在阿翁那里受了委屈 便带他来到唯一一处四季如春的温泉 这里遍地鲜花盛开 风捂着星星点点的小银灯 小峰想起他答应过要为自己做三件事 便开始行使全力 我要让你替我捉一百只萤火虫 顾小五倒也不含糊 施展轻功上蹿下跳 不一会儿便捉了来 献宝似的放在小峰面前 漫天飞舞的萤火虫 浪漫的场景 还有娇憨可爱的小峰 气氛渐渐变得暧昧起来 顾小五忍不住亲吻了小峰 此刻大概是这整部剧里最甜蜜的时刻 次日在他观察地形时 铁达尔王对他下了逐克令 在他看来只要顾小五远离小峰 这段刚开始的感情就可以画上句号 当他向赫尸打听杀死皇兄的巴图尔 得知因为与豊朝结了仇 已经被西晋安护府所抓 他更确定皇兄是被丹蚩人所杀 铁达尔王不希望他留在这里 而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便顺势离开了王帐 走时只给小峰留了木牌 上面画了白眼狼王 心思单纯的小峰 以为他是为了要娶自己 去杀天更山上的白眼狼王 心中满是欢喜和期盼 李承鄞离开王帐后 并未回西晋安护府 而是直奔朔博 以李朝五皇子的身份 见了朔博王上 此行目的便是和他们一同攻打丹蚩 然而朔博王上 朔敢与之抗衡 无论李承鄞开出再好的谈判条件 还是陈下也深觉此即可行 朔博王上还是犹豫不决 未能给出他想要的答案 李承鄞只能扫兴而归 等他们刚离开不久 立敦王爷率人追了上来 此人颇有野心 与王上积怨已久 想趁此机会坐上王座 打算私下与李承鄞达成合作 我愿意派十万兵吗 就这样两人达成邦交 在李承鄞盘算着如何攻打丹蚩时 小枫却日夜挂念着他 两人虽相识时间不长 可他却已经占据了小枫的心 盼望着他能早日杀掉白眼狼王 迎娶自己 李承鄞回到西近安护府 凭借着超强记忆 描述出丹蚩王障路线 等画匠描绘完 和他记忆中一般无二 并且这条路自己又重新走过两遍 断不会有误 还有向朔博借兵一事 这让二皇子对他感到万分诧异 不曾想往日 竟小瞧了他有如此手段 单子孤身一人来到天更山捕猎白眼狼王 名义上是为了迎娶喜欢的女孩 但最终的目的却是要灭了丹蚩 灭了小枫的阿翁 李朝和朔博即将要竞争丹蚩 李承鄞想在开战前带走小枫 唯一的办法 就是杀了白眼狼王迎娶小枫 生死搏斗稍不留神生命 就会岌岌可危 场面非常激 最终拼尽全力杀死了狼王 虽然顾小五杀了白眼狼王 网友却调侃他本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 回到丹蚩 小枫看到是心上人杀了狼王 心中自食万分欢喜 铁达尔王没想到 他真的把狼王的尸体拖到了自己面前 你真的要将小枫嫁给一个中原人 英雄不温处处 即便如此也未能真的让铁达尔王放心 决定再试探一番 而这边小枫看着心上人 被狼王咬得鲜血淋漓的腿 心疼地直掉眼泪 未经人是单纯善良的九公主 彻底沦陷 表哥依莫言提出让他和赫施切磋武艺 小枫因为顾小五有腿伤出言制止 而顾小五却一口答应下来 决定换一种方式比剑术 每人一百只剑 谁用十短 射的蝙蝠数量多谁就获胜 铁达尔王故意刁难 给了他一把无比沉重的铁弓 也正因为这把弓可以发连环剑 使得顾小五上来便是三剑启发 众人也想不到他的剑术如此了得 看着弱不惊风之人 一番鄙视下来 竟轻松赢过赫赫有名的草原第一勇士 可他使用的五珠连环剑 让铁达尔王认出正式顾家绝学 比试完后顾小五正式求取小枫 王上让他跟自己进了王杖 紧接着便是刀剑相向 你是顾如会什么人 王上的顾如会是惺惺相惜的素兵 自是对顾家颇有了解 顾小五只能承认自己是顾家人 如果说白眼狼王是讨要的品 那顾是血脉顾如会之子 才是真正同意他们两个婚事的最后防线 年轻时铁达尔王和豈朝大将军顾如会 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却也是生死相依的朋友 倘若没有家国大义 没有相对的立场 他们应该也会是难遇的知己 他对顾小五保有戒心 但对顾人之子 还是愿意将小枫托付于他 晚上 族人们庆祝九公主的婚事 小枫充充充拉着顾小五来到祭祀的地方 用中原的澄清仪式 两人拜了天地 他想带小枫赶紧离开 可他讲述了西境的美景 江南别具一格的烟雨朦胧 小枫便迫不及待决定次日 要向阿翁辞行 可她是西州的九公主 铁达尔王的外孙女 哪能没有隆重的婚礼 况且已经写信给了西境各国 来见证她的婚礼 两人只好等婚礼完了再动身 师父顾剑得到萧小 跑到丹蚩来阻止婚礼 要强行带走小枫 放开我师父 在小枫和顾小北大婚的日子 李承夜和朔博联手提前半月 发起对丹蚩的进攻 利敦王先遣派一队人马 偷袭丹蚩左古离王东营 这时铁达尔王得到消息 朔博五万大军从东面发动 对丹蚩的进攻 可铁达尔王认为 朔博此举无一是以卵 及时不足为据 命左古离王带兵前去打探虚实 而后婚礼照常进行 还未等多久便再次来报 左古离王带兵往东营一去 西营就遭到袭击 如今朔博军已经直奔王杖而来 这时李承鄞在人群中 发现自己的人 马上明白已经提前发兵 就在他和小枫大婚之日 铁达尔王怎么也想不到 他如此信任的人 会断送了丹蚩一族的性命 李承鄞跟着赫施 和伊莫言一同出战 小枫十分担心他的安危 丹蚩风俗新人 互换了腰带才算李承 出战前小枫将自己的腰带给了他 却忘了要他的腰带 等他们赶到战场 面对朔博冰时 才发现还有李朝的军队 黑压压地站在前方 而这时李承鄞突然策马 奔向李朝军队 赫施和伊莫言趴他中埋伏 急忙追趕过去 看着他不受任何阻拦 进入敌军阵营 披上了李朝将军战袍 这时他们才谎言大悟 自己的妹夫好兄弟 原来是李朝系组 随着李承鄞手一挥 万千只剑和强弩迎面来 丹蚩大军伤亡惨重 丹蚩的战马 也被李承鄞的人提前下了药 损失战马 丹蚩兵只能任 朔伯李朝的骑兵 踩他在马蹄下 没有战马便跑步迎敌 面对朔伯和李朝 三十万大军强势进攻 丹蚩死伤惨重 全军覆灭 赫施拿真心带顾小五 当他是兄弟却遭到背叛 死在了最信任的人手里 伊莫言的结局非常壮烈 全部战死在这场战争里 铁达尔王脸色铁青 坐在王帐中 他明白今日难逃一劫 其实他早就怀疑顾小五 就是丹蚩大难的始作俑者 随着丹蚩大败 李承鄞率军攻入王帐 才确信果真是他 李承鄞劝铁达尔王投降 是死不降 铁达尔王用自己的性命 来换取丹蚩族人的存活 李承鄞本想在战争爆发前 带他离开 不曾想提前发起进攻 只能命手下人将小峰带走 可惜未能成功 只能将其手脚捆绑 防止他目睹血腥残忍的画面 谁知小峰成功摆布束缚 目睹了最不应该的场景 自己的爱人亲手斩了阿翁的头颅 铁达尔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君主奥武 而李承鄞从此刻开始 注定要承受 独自度过余生的沉重代价 李承鄞骗了小峰 杀了他的阿翁 让他成为整个单吃的罪人 可他还是没能对心爱的人下杀手 众人都到李承鄞扎 但小编认为他是狠 他出生在帝王家 狠那是一个储君必要的手段 顾小五应该是他人生当中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他对小峰的爱是真的 却也是建立在对他野心 没有任何影响上 相反顾剑却是令人相当讨厌的人 他闯入军营强行 要将小峰带走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还没完呢 两人虽剑拔弩张 但还是让他带走了小峰 只派人暗中跟着 不让小峰脱离自己的视线 顾剑是他曾经喜欢过的人 少女情怀尽数给了他 也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之一 明知道顾小五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还亲手将自己带到李承鄞身边 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 无疑他就是最大的帮凶 无论背负什么样的血海深仇 可这些和小峰又有什么干系 怎会忍心这么利用他骗他 这么残忍地伤害他 等他和阿渡历经万难一路跑回西州 一切都已不复从前 悲剧接连发生 王宫里不仅没有一个守卫 就连阿娘都不见踪迹 宫殿里只有落寞的阿爹一人 披头散发地坐在王座上 精神涣散催促小峰快点逃脱 高显带人冲了进来 让西州王履行和亲诺言 西州王猛然起身提刀砍向他们 再次催促小峰快逃 小峰后悔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高显逼迫他前往李朝和亲 便不追究西州王伤害中原使者 小峰看着眼前逼死阿娘的仇人 自己却束手无策 只能为鱼肉任人宰割 小峰被高显囚禁起来 打算次日带他回中原 侍女送餐时留下一方手帕 是阿爹留的笔迹 告诉他高显不是李朝的和亲使者 并不清楚他的目的 让小峰去找安国公 只有嫁给李朝太子才能保他平安 如今丹蚩被灭 小峰为了保住西州 决定前往李朝和亲 阿渡孤身逃出王宫找到安国公 告诉他公主目前的处境 在安国公的帮助下 用偷梁换住的办法 让小峰换上侍女的衣服 顺利逃出王宫 次日和安国公移到离开西州直奔李朝 安国公担心有追兵一路加速前进 但还是被高显带人追上 以西州王宫丢失了宝物要全程搜查 便对安国公的车马行李进行搜查 最终一无所获 车队正要离开时 高显发现混在队伍中的小峰 我已经答应嫁给太子 然而高显并不同意 安国公就这样带走九公主 高显嚣张跋扈 也并不将安国公放在眼里 以使团回京途中遭遇杀盗 将他们禁数屠戮 东宫虐心瞧断小峰眺望川 似乎在一夕之间 幸福也在一夕之间 毁灭更是在一夕之间 阿翁被斩杀 丹蚩被灭阻 阿娘死了 阿爹被逼疯了 小峰的夫君顾小五没有回来 回来的却是李朝五皇子李承宁 他恨李承宁恨不得杀了他 他将希望寄托再成为李朝太子妃 为阿翁报仇 为丹蚩报仇 可是顾剑再次将他的希望豁灭 太子已经死了 成为李承宁的太子妃 何来复仇一说 他想报仇成了空想 自己简直就是个笑话 小峰伤心欲绝 他们两个曾是自己最爱的人 可如今都背叛了他 伤他最深的人 李承宁拉着小峰祈求他留下 只要他活着 哪怕恨他折磨他也好 只求永远别离开他 顾剑也拉住小峰 要带他永远离开 小峰征脱二人 问李承宁答应的三件事 是否还作数 算数 永远算数 好 我要你杀了顾剑 顾剑甘愿死在小峰手中 可小峰却要李承宁杀了他 小峰要让他和自己一样 永远在痛苦中活着煎熬着 李承宁自是无法做到 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过错 小峰讽刺地笑着 好意出兄弟情深 两人联手令自己国破家亡 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嘴脸 将他们轰了出去 阿渡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趁着夜色滑破营帐 找到小峰要带他离开 两人逃出军营 追兵仅要不放一路追赶 两人一匹马南逃抓捕 只能弃马往山上跑 这时顾剑出现 出手斩杀所有追兵 等小峰和阿渡跑到山顶 顾剑一身是血站在他面前 阿渡大骂他是叛徒 是丹蚩的罪人 要他为丹蚩血债血偿 小峰一步步来到崖边 拿出当初他送的鸣笛 含泪将他扔下万丈深渊 彻底结束和他的一切 顾剑心如死灰 他知道自己从此 永远失去了小峰 这时阿渡将兵器 狠狠刺入他的胸口 小峰看着他跌入背后深渊 眼泪已成为断线的珠子 小峰和阿渡拼命继续逃亡 却步入迷雾之中 岔路口阿渡跟丢了小峰 无意中遇到陪赵两人打了起来 李承鄞继续寻找小峰 而小峰无意中真的找到了望川 一个可以望情望爱 望忧望迹一切的地方 悬崖峭壁上蔓延出的树干之上 小峰好似要乘风而去 那个为他捉了一百只萤火虫的少年 曾说过会永远对他好 为了娶他 冒着生命危险杀了白眼狼王的顾小五 永远地死了 被真正的白眼狼王李承鄞杀死了 小峰虽恨他但更恨自己 报仇无望只能选择另一种方式复仇 也惩罚自己 小峰看不透他 不知他有几分真情 又有几分假意 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望川 李承鄞抓住他的指尖 要生要死不能由他 小峰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 李承鄞眼中渐渐出现恐惧 原来他真的有害怕 既然他执意如此 便抛下一切相随 倘若这是大结局也挺好 望川的水 将小峰那段痛苦的记忆给抹去了 忘记了对李朝和李承鄞的仇恨 她是西州九公主 注定要做李朝太子妃 小峰来到上京 以李朝太子妃的身份住进皇宫 等待李朝太子选定后择日完婚 在这里他结识了七公主和八公主 还有疼爱他的太奶奶 即便如此在这深宫之中 还是日日想念西州的阿爹和阿娘 会忍不住将思念写成家书 让阿渡送去驿站 每当这是阿渡都心如刀割 于心不忍 便将这一封封无法寄出的家书 小峰妥贴收藏着 小峰是草原儿女生性自有洒脱 太皇太后命方上仪 教导她宫中礼仪 循规蹈矩的规矩 让从小无拘无束长大的小峰头疼不已 李承鄞已经成为义王 然辅国将军赵靖宇 并不看好她夺敌 瑟瑟 你不要和那个义王走得太近 可女儿赵瑟瑟对五皇子 早已情根深重 此生只求与所爱之人白首一生 皇上要在围场狩猎 二皇子带着两位公主和他 一起参加围猎活动 狩猎时碰到了李承鄞 这对已经忘记彼此的曾经的爱人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再次重逢 你是谁 还未等李承鄞介绍完自己 往事一幕幕闪现在脑海中 顾小五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脑海 撕心裂肺般地痛楚席卷而来 小峰一下子从马上摔下来 晕了过去 李承鄞急忙过去扶起她 看着她的面容 不由自主地口也疼起来 李承鄞将她带回警太医诊治 好在只是受了惊吓并无大碍 小峰的狩猎以昏倒而告终 回到宫中继续枯燥乏味的学习礼仪 可小峰还是未有任何掌镜 身上看不到半脸稳重 学习夫妻对拜礼仪 还用头部小心将方上仪的鼻子撞出了血 礼仪规矩也以失败而告终 转眼和阿渡换上男装 悄悄跟着李承鄞出了宫 趁机藏在她的马车后面 来到热闹非凡的集市 而他们两人的举动 并未逃过李承鄞的法眼 逛到米罗九四 户外美酒和舞蹈 可以毫不费力地应对各种各样的客人 对待同样从西州来的小峰 如同妹妹般深情 而此时的李承鄞从宫里出来 便来和赵瑟瑟约会 两人互诉忠常 赵瑟瑟更是为了能和她一起策马奔腾 让哥哥教她练习骑射 李承鄞万分感动 顾见在坠崖陷入昏迷当中 被人所救两个月后终于缓缓醒 二皇子李承夜为人阴狠 为了登上东宫太子位 对自己的大哥先太子李承记痛下杀手 并嫁祸给了丹蚩 导致丹蚩被灭 而他顺利登上太子位 然野心不足恐李承鄞危及他的太子位 眼中便再也容不下李承鄞 想方设法要将他赶出上京 镇守西境便是最好的借口 如今太子人选已定 李承鄞深知想要夺得太子位 需要韬光养晦厚积薄发 此时更不能离开上京 如今近况只能避开太子锋芒 编转西境地方治 这样一来官员也可通过地方治 白全方位了解西境 此举颇得圣上赞同 丹蚩一战李承鄞立功笼络不少人心 李承鄞对他更加忌惮 如今又以退为进断然拒绝离开上京 令他更加增添低防 白日后便是小枫和太子大婚之日 小枫只见过他两次 太子人前随和做事得体 但和他在一起总是浑身不自在 想起要和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 心中有无尽的烦闷 但为了阿爹阿娘和兄弟姐妹 还有西周的万千百姓 即便不喜欢也不得不嫁 正当小枫惆怅时 看到不远处的树上 站着一个白色的人影 小枫立即想到是刺客 窗户还来不及 观顾剑已经冲入殿中 告诉小枫他不应该留在这里 更不能牺牲自己的幸福 嫁给不喜欢的人 而小枫已经不认了他 阿渡打他 这时他还是机灵古怪 跳窗出去搬救兵 来人哪 有刺客 等待着人浩浩荡荡赶回来 顾剑已不见踪影 阿渡念及旧情 帮他躲过陪照搜捕 顾剑一连串的疑问 阿渡只是默默流泪 才知阿渡已经被毒雅 陪照已经猜出 夜闯懒月阁之人是顾剑 便等着他现身来找自己 亲口告诉他 小枫与五皇子 眺望穿断情 所以前程往事彼此纠葛 望得一干二净 至于阿渡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难怪他把我给忘了 李承鄞已经从 翊王府搬回宫中 在红文馆修传西径地方至 小枫听闻此事 十分感兴趣 便提出一同帮忙修订 但他毕竟是未来太子妃 需要得到太子首肯才行 小枫是西州人 对西境了如指掌 且阵阵有此理由充分 李承鄞只好黑脸答应 小枫看到贵女们 在玩射木鸭子 输得一组 要被罚去湖中取剑 草原上长大的小枫 骑射自然不在话下 射剑更是手道擒来 几轮下来轻松赢得比赛 赵瑟瑟最终输了比赛 只好划船去湖中实剑 小枫第一次见到船 感觉十分稀奇 等赵瑟瑟划船经过时 小枫控制不住 猛地跳上小船 这一跳不打紧 船晃晃悠悠 根本无法站立 赵瑟瑟因为害怕 又站了起来 两人重心不稳 双双掉入湖中 岸上的人吓得大呼救命 太子和李承鄞等经过湖边 看到赵瑟瑟落水 李承鄞便急忙跳入湖中 纵然已经忘记心爱之人 脑子里不再有点滴记忆 但身体最诚实 还记得爱过小枫 从湖中救出来的 无事费尽心机 演习拉拢的赵瑟瑟 而是已经忘记的 心爱之人太子妃小枫 李承鄞此举 令赵瑟瑟心里 很不痛快满脸哀怨 李承鄞刚想要弥补 这是太子 将自己的外衫 批给了赵瑟瑟 回去后落水的人 身体并无大碍 倒是李承鄞 病了好几日不见康复 她自己也想不明白 明明喜欢的是赵瑟瑟 想要救的也是她 对九公主根本不感兴趣 可为什么自己会不由自主 向她游过去 李承鄞很后悔 为什么没有救瑟瑟 陪赵告诉她 也许是水下 看不清就错了人 但她心里知道 不是这个原因 赵瑟瑟是个聪明人 不仅没有责怪 还拿着要登门来看她 这下李承鄞心中 更是愧疚 连忙道歉解释 为何去救太子妃 况且那位西州九公主 是准太子妃 殿下救了她 旁人也不会有嫌业碎 这番以退为进的话 令李承鄞深觉她很懂事 也更加疼惜她宽宏大量 小枫再次来到洪文馆 要感谢李承鄞的救命之恩 可李承鄞看到她 心口就莫名地疼痛烦躁 还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所以不愿见她 用感染风寒 不宜见人拒绝与她接触 小枫也吓了一跳 只好先行离开 小枫生性善良 觉得李承鄞因为就自己感染风寒 带着阿渡出宫找米罗买酒 给她做驱寒散热的药 可扭头就看不到阿渡的身影 出现在视线中的人却是顾见 缓缓走到小枫身边自曝姓名 可小枫完全不记得她 只知道她是那晚夜闯皇宫的刺客 咱俩之前是一对 而且已经交换了定情信物 小枫并不相信她所言 自己是遇上了杀盗也伤了脑袋 但以前的事她全都记得 如果她是自己喜欢的人 怎会没有记忆 为了赶快找到阿渡 只能让她跟着自己 刚到米罗酒次 米罗要去名誉坊给高镇送酒 小枫为了提早拿到酒 也为了到名誉坊见识一下 便自告奋勇由她去送酒 高镇和赵瑟瑟哥哥赵士玄 两人因为头牌明月姑娘争风吃醋 一言不合打得不可开交 小枫这时路见不平 高镇一向目中无人恶贯满盈 对于多管闲事的自视不放在眼里 上来就要教训小枫 反被顾见出手制止 小枫回到宫中用酒 做成了屈寒的药 刻意送给李承鄞当谢了 为妞不得只好收下 等小枫离去 她又开始头疼欲裂 宫中举办醋狙大赛 高镇和赵士玄也参与其中 两人阴明玉方已经水火不容 高镇便想借此机会 对赵士玄下飞船 狠狠踢伤了赵士玄 令其痛苦不堪倒地不起 赵瑟瑟眼看兄长 被欺负十分气愤 高镇不是故意上你兄长 李承鄞帮高镇说话 令赵瑟瑟更加生气 两人误会再次加深 谁能想到一个单纯的少年 在短短的几个月后 会成为腹黑有谋划之人 李承鄞不仅算计了太子 顺利将赵敬宇推上正北后之位 从此得到了西境的兵权 还将老谋深算的高相也蒙在鼓里 这还将归功于 李承鄞和赵家联手演了一出好戏 早年间赵敬宇傍上高相 才得了机会出征西南 立下战功败将封赏 但多年来一直将他外放西南 久而久之好不容易将西南整治平顺 高相又将赵敬宇调回上京 回京后并未给他实权 反成了一个散之大臣 这令赵敬宇万分不满 众人皆知高相是翼王一派 自是不同意女儿瑟瑟和他来往 这出戏就从醋局开始 李承鄞偏袒高震导致瑟瑟非常生气 李燕查出高震和赵士玄 两人因为青楼女子大打出手 闹得满城风与人尽皆知 而太子唯恐赵家导向翼王 再加上高家的势力 翼王必定会势力壮大 李燕让太子取赵瑟瑟为侧妃 来拉拢赵家势力 李承鄞让赵敬宇给太子写了风投名状 还让赵瑟瑟趁着龟皇外山时 也给太子写了封感谢信 但太子生性多疑 这些并不足以让太子幸福 戏还得接着演 李承鄞便多日来等在赵家府门口 赵瑟瑟因哥哥仪式闭门不见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皇后耳中 皇后震怒传了赵瑟瑟进宫听讯 命他安分守己 不要对翼王抱有非分之想 等赵瑟瑟出了清明宫 便和李承鄞彻彻底划清界限 这一幕被太子的眼线尽收眼底 前些日子翼王确实每日都去赵府 但赵家小姐每次都避而不见 太子这才确信他们已经彻底闹掰 漏夜便亲自去见了赵瑟瑟 另将一枚玉佩留给赵瑟瑟当作信誉 次日朝堂上 太子举荐赵瑟为镇北后 圣上知道 以前他将西南边陲之地治理得很好 又喜欢看老庄之道 便下明照 封赵瑟瑟为镇北后 三日后傅丹蚩上任 至此李承鄞阴阴谋彻底达成 下朝后高相回府 狠狠责罚了高震 因为一青楼女子坏了大事 生生把赵家推向太子 这几日太子也因赵家投靠 不久也要与九公主完婚 届时又有西州势力 完全可以不用将高家放在眼里而高兴时 李燕却给他泼了冷水 眼线传来消息 李承鄞和赵瑟瑟携手 在十里长亭送别赵瑟瑟不认 等匆匆感到亲眼目的 才确信赵家假意投靠 为他人做假意中了他们的计 李承鄞一手策划的好计谋 令高相刮目相看 他并不相信李承鄞单纯 否则怎能在丹池里骑宫 又怎会在巢中运筹帷幄 区区数月简直脱胎晃口 背后定有高人指点 女子怎么也想不到 因为一时兴起和宫女玩耍 会让他发现太子的秘密 也因此差点丢了性命 小枫运气爆棚赢了许多铜钱 永娘的闯入战局只好就此打住 可他无意间发现 堂堂李朝的筑钱工艺如此粗糙 铜钱的厚度和大小居然不同 次日在洪文馆里 这个没心机的傻姑娘 把这当作嘲笑李承鄞的笑料 小枫的无心之举无心之言 让李承鄞注意到了此事 或许这是一次 可以扳倒太子的大好时机 强行没收了小枫的铜钱 令小枫十分气恼 李承鄞现在住在宫中 出入多有不便 命陪赵出宫找柴木祥家查探铜钱一事 李承鄞深知私下调查此事 就算查得水落石出 将证据呈给父皇 也会因为皇家体面 把这件事压下来 所以还得父皇亲自下令彻查才行 殿下 圣上已经往寿人宫去了 腹黑的李承鄞即便 已经忘记前程往事 但还是和顾小五一样 依旧利用单纯可爱的小枫 故意把稀敬血的令小枫 看着蹭蹭冒火 直爽的小枫自然要强烈抗议 李承鄞做出一副聚力力争的模样 两人开始剧烈争吵 最后吵到太皇太后 和圣上面前平礼 两人你一言我一句 谁也不让谁 争得面红耳赤 各说各的国家富足安康美好富饶 李承鄞那腹黑蜂窝眉般的心眼 算准了小枫要用铜钱来回击 还不如我们西州的银饼呢 小枫就这么不知不觉被李承鄞利用了 铜钱已被李承鄞拿走 为了向圣上证明他此言非虚 决定偷偷溜出宫兑换铜钱 出宫时顺走金酒杯 在顾剑的帮助下 金酒杯挤刀之下成了碎金子 小枫顺利换了很多铜钱 得意洋洋地将证据 摆在太皇太后和圣上面前 大量私注铜钱流入民间 比关钱整整多了两倍 定会动摇国之根本 你私底下去查一查 单独回避 是 父皇 此事因小风而起 便请求皇上让自己铜一王一同调查 李朝的铜除了铸造铜钱外 剩下的全部用来铸造佛像 圣上上佛 登基后就建了万佛寺 且每年都会新增数座佛像 而今年为万佛寺宿佛身兼功 便是太子的得力干将中王世子李彦 每年的铜产量是有定数的 民间流通这么多假币 哪里会有多余的铜来铸造佛像 李彦发现他们出现在万佛寺 上前追问小风为何没有让太子做陪 反而和五皇子一起来礼佛 小风盯着佛像看 顺手拍了拍正在搬运佛像 谁知发出沉闷的声音 李彦闻声脸色聚变神情紧张 小风害怕地缩回了手 和李承鄞一起离开 李彦速回东宫将此事告知太子 一有风吹草动 不被汇报 彻底关掉 以免走漏了风手 李承鄞躲了小风三日闭门不见 小风无奈只好翻墙进入红文馆 李承鄞告诉他 目前手上的证据只是账目存疑 这点很容易推脱 至于假铜像 等报告圣上再派人去查 以太子的能力早掉包了 夺敌之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不能一招置敌就出手 等于打草金蛇陷入被动 如今需要折服等待最佳时机 可小风并没有将李承鄞的警告听进去 私自出宫要去万佛寺查找证据 半路碰到等着他的顾见 两人一同来到万佛寺 看到工人正在给家铜像刷铜粉 这让小风以为拿到了证据 结合李承鄞还账本的举动 以为他要包庇 便一个人私自行动向圣上告发 而此时的李承鄞本想找皇后 通过高相的力量将铜钱按部部推进 但好死不死小风没忍住快了他一步 殿前李承鄞坚持没有确凿证据 希望圣上不要听信小风一面之词 圣上便宣了太子和李燕 此时小风还一头雾水 不知此事和太子有何干系 等两人到了殿上 小风指认李燕就是那可疑之人 李燕巧言吝啬为自己推脱 直言九公主所言都只是推测 并不是真凭实据 小风看他如此狡辩 将李承鄞查出账本有问题 一时卖了出来 又向圣上敬言打开佛像一探究竟 可佛像已经被供奉 如今再打开唯恐惹怒天下信徒 可不打开又怎么辨别真伪呢 李承鄞提醒小风不破开佛像也可以称重 所以就有了街头大象拉佛的震撼一幕 太子又并非是傻子 什么都不做等着他们查 不查分好 对之时太子淡定自若 便已经做好了局等着被告发 然后再反杀 小风的私自行动打乱了李承鄞的布局 导致现在如此被动 虽然他之前一再表明 一切都是猜测没有证据 是九公主在质疑 可还是在如此对他不利的境地 对小风心软了 不能让他一人在殿前孤军奋战 殿前失以顶撞胜上 也失了圣心 小风和洛西误打误撞 闯进了李承鄞的温泉池子 这尴尬又无比香艳的场面 四目相对羞的小风满面通红 陪赵迅速带洛西离开 小风瞪着双眼大骂他非礼物事 李承鄞得意地看着惊慌失措的小风 调笑他自己送上门 这副气定神贤的样子 令小风十分生气 便独自离开温泉 李承鄞这时听到有女子凄惨的叫声 闻声找到 发现李燕正在鞭打他的侍女长尔 只因长尔经了太子的马 所以就要受到惩罚 自己的奴才即便是犯了错 也应该由他这个主人责罚 而不是一个世子越祖带袍 李承鄞要将茬带走时 太子却不愿就此罢首 坚持要亲自发落 皇兄 你我之间 也不至于因为一个奴婢闹得不愉快吧 李承鄞不愿开罪太子 只好将婢女留下 严明过几日 会亲自去府上接人 因为此时李承鄞受了窝囊气 便提前离开离宫温泉 等小风三人也要离开时 被太子留下用碗膳 小风不好推辞便一道留下 用膳食 太子发现小风很喜欢银儿雪梨汤 便将自己的也给了他 小风连忙推辞 无妨 如此只能谢恩接受 可刚喝了几口 小风就肚子剧痛 痘大的汗珠滑落下来 紧接着便晕倒在地口部鲜血 太医告诉圣上小风中了毒 如若三日内没有服下解药 便会有性命之忧 圣上大怒下令封锁离宫追查凶手 经过排查 发现九公主是阴影而雪梨汤中毒 而离宫内外并无任何可疑之处 离宫总管秉明圣上 这两日除了义王提早离开 其余人均未离开 圣上追问义王提早离开的原因 李燕和太子两人一唱一和 将他们因为婢女而产生矛盾 扩大到圣上面前 留下兄弟不合的近况 李承鄞的婢女茬又被揪出下毒 这一切造成 李承鄞怀恨再心给太子下毒的假象 有朕的旨意 谁都不能进出 是 等神武军围了义王府 李承鄞还一头雾水 不知发生了何事 查尔在大理寺受尽刑罚 直言记恨太子才下毒报仇 其实这一切皆是李承鄞所安排 利用查尔对他的情谊 来让他陷害李承鄞 并承诺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三日即将过去 小枫还未苏醒 突然再次口吐鲜血 阿渡无法再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便让永娘拿来豫朝的服侍 随后独自来到东宫 让太子拿出解药救公主 李承鄞自是不会给解药 让阿渡去找翼王而不是来此处 他和查尔在一起谋划陷害时 被阿渡亲眼看到 自然知道他们之间的勾当 便一把拉住太子的外山不撒手 反被李燕狠狠地推倒在地 无奈阿渡只能跪求太子开恩 直至深夜太子都不曾开门 而这边大理寺最终拿到查尔的口供 一切都是李承鄞指使 目的就是谋害太子 翼王府也被搜查出物证 至此人证物证俱全 圣上下令将李承鄞关入大理寺 他本是一个哑女 看到顾剑吐血情急之下 竟然开口说话 顾剑 起因阿渡找太子给公主要解药 李承鄞却见死不救 无奈阿渡只好带着明敌找到顾剑 经过查看后 配解药已经来不及 便当机立断决定运工给小枫逼毒 可是当初他坠牙时伤及要害 五脏六腑聚损 虽被一老者发现救治 但并没有能力完全治好他的伤 也只是勉强维持生命 万不能动气练功 否则命不久矣 如今为了救小枫 动了元气伤了心力 导致咳嗽不止吐了血 可阿渡突然说话 令顾剑很是惊讶 追问是不是被人逼迫 我只有不说话 才能一直保守着他忘记的秘密 阿渡已经没有了家 九公主就是他唯一的亲人 公主开心度过每一天 自己活着就有意义 次日朝堂上 圣上下旨关押翼王要亲自审问 高相出来为李承鄞求情 直言背后定有阴谋 一众党羽也接连站了出来 要求重审此案 李燕却急忙为翼王定罪在天把火 把先太子被杀一世 与翼王联系在一起 想要加重圣上对李承鄞的怀疑 当真是做贼心不虚 如此急功近利 怎能不马是前提呢 此举确实令圣上疑心加重 但也给高相提供了反杀的信息 圣上去大理寺亲自审问 李承鄞未做的事定然不会认罪 更何况谁会傻到 用自己的婢女去下毒 落人把柄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然圣上相信眼前的证据 并追问先太子的死因 又做何解释 李承鄞质问圣上 明明二皇兄是最大的受益者 为何要视而不见 圣上不予静止离开 忽然想到大皇兄离世前曾说的话 圣上虽不愿相信 但反倒也看明白了许多东西 又听说佐尔阿度去东宫跪了一天 柴木手下查铜钱也有了线索 在中王府兵炼兵场附近 找到了制造铜钱的地方 柴木令手下放出消息 很快消息便已传到圣上耳中 心中对李承鄞开始怀疑 下令封锁消息不得外泄 小枫醒来后来到大理寺要见李承鄞 但圣上以下指任何人不能相见 回去后便用鸣笛找顾剑 顾剑虽不愿看到小枫和李承鄞有牵扯 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将他带进了大理寺大牢 李承鄞看到小枫安然无事非常开心 小枫也知道不是他下的毒 刚调查完太子和李燕 两人就同时出了事 哪里会有如此蹊跷的事 李承鄞却很自责亲手将他卷入夺敌当中 小枫却并不在意 直言自己也看不惯弄虚作假 即便不被利用也会说出来 李承鄞叮嘱他千万要小心太子再次加害 小枫临走时将自己的披风给他预寒 谁都没想到圣上会审讯茬 为了替李承鄞掩盖罪证 竟然亲手杀了茬 安安已经认罪了 圣上私下问太子 关于九公主中毒一事的看法 虽然太子自称不相信翼王会做下这种事 但并未过多替李承鄞辩解 还有先太子李承基的死 如果季皇兄真的在天有灵 也不希望看到我们兄弟手足相残 这样委婉的回答 无疑于引火烧身 圣上心中已然明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太子所为 还有先太子的死也和他有关 大牢中即便查而亲口承认 是太子谋划了这一切 还是亲手杀了他 为太子掩盖罪行 只因他是自己最忠义的儿子 还是最想立太子的唯一人选 对仲臣宣称翼王下毒谋害太子 将他流放前周 终生不得回朝 李承鄞深觉对不起皇后一片苦心 圣上明显偏袒太子 令他内心充满无奈和沮丧 母子两人抱头痛哭 皇后也自责没有保护好他 直言还未到离京之日 一定会有办法 还有机会解决此事 李燕在殿上提起先太子 如果真是他们所为 第一件事便是毁掉凶手巴图尔的卷宗 命高坤即刻去大理寺调出卷宗 高坤动作比太子快了一步 李燕只能空手而归 试了先机 太子只能派人紧盯高家 李承鄞入夜找到高相请求出手相助 保证日后必定会言听计从 先太子的死关键就在于巴图尔 卷宗只有聊聊术语和画像 这便十分可疑 当初是李燕从西境亲自押回上京 他完全有可能从中做文章 高显在安护府审过此人 必定有他详细的卷宗 亲自送来 高显收到信后 兵分九路从西境安护府出发 个个都是蒙面 太子的死事无法确定哪个是高显 中王下令封锁九门 阻拦他进京 高显是封将大力无诏不得返京 中王想趁机以谋逆罪取他性命 陪赵找到阿渡 试图劝说他帮一王作证 可阿渡没忘记国仇家恨 自然不会帮忙 陪赵只好寻求顾剑前去劝说 深夜 顾剑在房顶上找到阿渡 直言告诉他为何要这么做 你以为李承夜会留小枫多久 如果是李承鄞下毒 保护小枫的是李承夜 自己定然不会来劝他 李承夜派出的杀手 已经将其他送卷宗的人悉数斩杀 只有高显突破重重障障碍 来到竹林和李承鄞会合的地方 你当上了太子 记着你说的话 是 两人刚交接完 太子的杀手闻风赶来 顾剑及时出手相救 经过一番激战后 顾剑让二人先行返回皇宫 自己留下掩护 李承鄞满身是血 带着真卷宗来到圣上面前 圣上打开卷宗 看到画像上的人 和当初审过的巴图尔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阿渡来自丹蚩自识认的巴图尔 再经过他指认 圣上心中不由得无比凄凉 此时太子已经知道 真卷宗送进了皇宫 这太子之位 我看是抱不住了 就算李承夜没有起兵造反 也不会有好下场 他曾对李燕说过 但一厢罪名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凭他和李燕的关系 他也难逃罪责 知道自己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做了多少法理难容的事情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可对于他来说 回头便是万丈深渊 所以他只能起兵谋反 这次公便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却成全了李燕的一片忠心 单吃一战李燕 为他挡下一末言的一斧头 死里逃生捡回一命 这次万箭齐发依旧不畏生死 毫不犹豫挡在他身前 从他们带兵踏入皇宫 便注定了结局 此番也不过是困兽之斗 在这不距离李燕坏事做尽 目中无人 就连身为皇子的李承鄞 都不曾放在眼里 但他却是太子最中心的下属 也为李承叶踏上太子 为立下汉马功劳 李燕死了 李承叶大开杀戒 发疯般地横冲直撞 却还是无法冲破 神武军的铜墙铁壁 圣上有只要活捉太子 神武军不敢伤及李承叶 反被打死打伤无数 他站在大殿外痛苦地 对着殿内的父皇嘶喊 自己只不过是 他统治天下的工具 圣上在殿内心酸的苦笑 李承鄞看着 如同猛兽般的二哥 劝说他收手 不要再犯谋逆大罪 所谓谋逆 便是大奸大恶之人 干得人神共愤之事 可这两字 却用在至亲骨肉父子之间 罪是无情帝王家 多么可笑多么讽刺 身在帝王家 你不害人 别人就会害你 对别人仁慈死的 便是自己 帝王家哪里有 兄友弟公父辞字孝 只有成王败寇 你死我活 他认为自己没有错 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可他想不明白 为何要立 最没用的大哥做太子 若非如此 也不会引得兄弟相残 即便让他做了东宫太子 就不该让李承鄞 和他的太子妃 一起查他 圣上怒斥 他不止兄弟相残一项罪名 制造假逼乱朝纲 这些罪名他早就知道 也深知他杀了成绩 又陷害一王 却还是为他掩盖罪行 一位偏袒立了他为太子 如果他能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善良 多一点正途 那么这张龙衣礼朝的天下 只会是他李承鄞的 如今都成了黄粮一梦 圣上可以忍受他所有 却不能忍受 自己偏心的儿子上演 师父篡位的戏码 因为是太子 是自己的儿子 最终得以全尸 一杯镇酒上黄泉 葬于宗祠之外 小枫因为李承鄞 谋逆一时闷闷不乐 东宫太子为如此凶险 上位者无意不是 踩着别人的骨血上去 这让小枫十分害怕 如今李承鄞已死 李朝现在没有太子 那自己是不是就可以回西州 可皇后告诉他 自己要嫁的是李朝的太子 李承鄞被废 还有下一任太子 无论下一任太子是谁 他都是李朝唯一的太子妃 自己只需安心代嫁便好 这让小枫很伤心 在米罗酒四喝得酩顶大醉 表峰痛哭不已 想要回家想回西州 孤建看着这样的小枫 心里无比难受 自责是自己将他一步步 推入深渊 李承鄞要去赶赴赵瑟瑟的约会 却碰到出来寻小枫的陪照 永娘发现公主偷偷出宫 只能私下拜托陪照出来寻找 担心天亮前公主没回去 皇后知晓后会有麻烦 李承鄞听闻此事 顾不上赴赵瑟瑟的约会 便急忙同陪照一起去寻找 却碰到顾剑背着烂醉如泥的小枫 李承鄞上前去接 小枫却搂紧顾剑一语不愿回宫 李承鄞强行抱走小枫带他回宫 回到懒岳阁 小枫抱着他的脖子不撒手 不让他离开留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李承鄞劝他以后不要私自出宫 小枫哭诉他想家 只想回自己的家 李朝的太子妃谁都可以当 他在这里得不到真正的关心 这让李承鄞万分心疼 对小枫的爱正在慢慢觉醒 十分笃定地告诉他 自己会关心他保护他 次日小枫却喝断片 完全忘记昨晚发生的事 模糊的记忆以为是做梦 永娘告诉他 是裴将军发现他醉倒在御膳房 将他带了回来 而李承鄞一大早翻箱倒柜 把从西境带回来的小玩意儿 要送给小枫姐他的思乡之苦 无意当中发现了狼牙吊坠 往日景象再次涌入脑海 吓得他急忙丢在地上 心中慌乱不已 这时赵瑟瑟过来探望 发现地上的狼牙吊坠 赵瑟瑟很喜欢便向他讨要 李承鄞为了弥补他昨晚爽约 亲自帮他带上 洛西新月陪照 亲近之人都知道 三人嬉笑打闹时 不小心碰到路过的陪照 小枫为了感谢他前几日 将自己从御膳房送回 抢了洛西公主的手帕 这个特别的礼物当谢了 就当我们给你赔不是了 而这一幕被远处的李承鄞目的 以为陪照接的是小枫的手帕 便打翻了百年老粗坛子 永宁和洛西为了让两人培养感情 特意和他们分道逛灯会 叮嘱李承鄞照顾好小枫 小枫虽然有些害羞 内心却是非常开心 李承鄞从西境回来后 看到大红色心中便又闷又紧 以至于府中都不曾有大红色的物件 可今日身穿红衣的小枫 他却十分喜欢 小枫很想吃路边的唐人 可惜两人囊中羞涩 都比脸干净 看到路上卖衣的杂耍班子 突发奇想来的主意 小枫敲锣吸引来往的路人围观 李承鄞则开始在大街舞间卖衣 剑舞的虎虎生风 小枫也卖力地吆喝 不久两人就赚够了铜板 李承鄞兴兴冲冲拉着他去买唐人 欢快地穿梭在人群中 小枫挑选完唐人要付钱时 李承鄞还牢牢地抓着他的手 小枫提醒他得付钱 才尴尬地松了手去别处等他 等小枫买完唐人 却被路人不小心撞掉一个 唐人碎了小枫很失落 抬头找李承鄞时 却看到他和赵瑟瑟在一起 小枫发现自己才是多余的那个 李承鄞喜欢的是赵瑟瑟 小枫顿时有些伤心 扭头便往相反的方向而去 李承鄞回头找不到小枫 赵瑟瑟看他神情有些慌乱 提出一同寻找小枫 小枫一个人又碰到顾健和明月 顾健看着小枫离开的背影出神 等到李承鄞他们在碰面时 看向小枫的眼神充满兴奋 他是真的爱上了小枫 虽然小枫还未察觉 情这种东西 不是光努力两人就可以在一起 就像赵瑟瑟多少有些惹人连 三皇子和四皇子分别向圣上请旨 前往封帝为王 默认退出太子之争 皇帝恩准 大殿之上李承鄞得偿所愿 圣上班纸封他为东宫太子 他曾说过 东宫是一座静满鲜血的宫廷 为了入住东宫 大皇兄在丹蚩被暗杀 二皇兄谋逆被父皇赐死 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 和他们离开时的模样 深夜顾健来到揽月阁 他怕小枫嫁给李承鄞后 想起从前再次陷入痛苦当中 你若不行 我便送你回西州 今晚就在 小枫迟迟没有回答 顾健便知道了他的答案 告诉他想留在这里 便陪他一起 次日李承鄞拿着一个盒子 来找小枫 里面是他一直未解开的孔明锁 李承鄞一边解锁一边告诉他 知道他不喜欢这里 讨厌所有复杂的事情 今后 所有复杂的事情 都有我来处理 小枫看着他真诚的眼神 心中好像怦然心动 可就在两人感情慢慢加深 马上要大婚时 他知道了丹蚩被灭 这个令他痛不欲生的消息 就在他们浓情蜜意时 就在两人成婚前 小枫知道了 这个即将成为他夫君的李承鄞 是灭了他的族人 和杀了他阿翁的仇人 李承鄞残忍地将现实告诉他 令小枫彻底心碎和绝望 西州和李朝联姻 就是为了求得李朝的庇护 才能在边境制衡他国 维持了西州多年的太平稳定 阿渡原以为 只要公主能忘记以前的一切 只要能开开心心地重新生活 无论在哪里 可如今他知道了丹蚩灭亡 知道了铁达尔王是被李承鄞所杀 他不能让公主以后 都生活在痛苦当中 便去求顾剑想办法带他们离开 顾剑知道这样做对西州意味着什么 但还是答应了阿渡 小枫和太子的大婚将至 永娘带着众侍女忙碌着 小枫和阿渡趁他们不备 悄悄跳窗逃跑 恰巧碰上太皇太后 小枫跪在太皇太后面前痛哭流涕 恳求放他离开 自己不能嫁给李承鄞 太皇太后将小枫带去祠堂 这里的很多英烈 都是为了家国战死沙场 也有明远的太爷爷 而他正是被小枫的太爷爷所杀 当年明远远嫁西州和亲 也是像小枫这般年纪 明远为了两国和平 即便心中有恨 也得放下去和亲 这便是大义 常言道 时君之路中君之事 反过来讲便是 时生名高为生名计 身为一国公主 百姓锦衣玉石以公 顶礼摩拜以求 本就应该肩负起公主的责任 若其战事受苦的 便是万千黎明百姓 这样小枫就辜负了西州王的期望 枉费明远对西州的善意和奉献 要恨 就恨豊朝皇帝吧 因为是他派太子出兵丹蚩 如果西州和丹蚩要斥责 便冲他这个老太婆来吧 因为他是皇上的奶奶 太子的太奶奶 更是豊朝的太皇太后 小枫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只有牺牲自己的幸福 才能换取两国安宁 而此时的顾剑 一身红衣等着宫墙外 翘首以盼 等着戴小枫远走高飞 两仪既定 阴阳思位 另起太极 而登淑仪 从者如流 归于龙楼 天通24年历春日 豊朝太子李承宁 和西州九公主屈小枫大婚 让东宫女孩们含泪吃糖 两人第一次成婚对拜 小枫心中充满对未来的希望与喜悦 因为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可这次大婚 小枫并没有甜蜜与幸福 反倒是无尽的妥协与无奈 婚礼全程小枫始终不曾抬头看向李承宁 嫁给他只为西州百姓两国和平 太极殿前在文武百官的注视下 望穿夫妇行四拜礼正式结为夫妻 而这一边 赵瑟瑟被一顶小叫抬到了青鸾殿门口 迎接他的只有十恩一个人 相比小枫婚礼 赵瑟瑟的婚礼显得无比冷清 皇后偏让他今日进门 只有两只大红灯笼提醒他 要时刻紧记自己的身份 只是太子的赵良帝 小枫虽然和李承宁成了婚 但心中还是无法接受他 李承宁抬脚刚要迈进洞房 却听到小枫拔刀的声音 隔着红纱都明显感受到小枫的敌意 只好悄悄收回脚步 转身慢慢退出殿内 洞房花竹夜小枫拔刀相向 李承宁心中痛苦不已 命陪赵拿酒来 只想大醉一场来度过这漫漫长夜 可这天杀的狸狗子 喝得酩顶大醉后 居然跑去了青鸾殿找赵瑟瑟 这让赵瑟瑟喜出望外 虽不知为何太子醉酒 但选择来青鸾殿便可以不计较一切 认为李承宁并不在意酒公主 否则也不会扔下太子妃来到这里 小枫心中欲竭 独自走出房中 宫中灯火明亮 月亮高高悬挂 依旧难言小枫孤独寂寥的身影 突然听到家乡的乐曲 回头却什么没有空无一人 原来是陪赵躲在暗处默默 为她而吹 正是当年小枫教她的西周臂力 次日李承宁和小枫一同来向皇后请安 小枫进茶时一阵恍惚晕倒了 方上仪急忙查看小枫额头滚烫 皇后斥责众人照顾不周 李承宁反而一副势不关己的表情 太医诊断后 皇后得知太子妃寒气入体 长时间受冻又欲结在心 并因来是凶猛导致高热 皇后责问太子是何原因 昨晚我去了青鸾殿 皇后一听便下一指 赵瑟瑟魅惑主上 不知尊卑禁足半个月 不许任何人探望包括太子 等小枫一回自己殿中 一直昏睡没有苏醒 李承宁来探望 阿渡怒目相视 被永娘一把拉走 小枫浑身滚烫面色苍白 李承宁轻轻为她盖上被子 谁知小枫这时突然醒来 李承宁掩藏受伤的手 斥责小枫就是故意装病 害得瑟瑟被罚 下令不许太医给小枫治病 随后便气呼呼地转身离开 这时阿渡发现 李承宁手上有血滑落下来 在人心叵测的李朝 尤其是比皇宫还危险的东宫 稍有不慎就会骑毁人亡 高相只想让她做个指质儿女情长的太子 所以李承宁要算计 要韬光养晦暗地布局 因为经历过贾同碧事件 自己心软在店上替小枫求情 让二皇子知道了小枫就是她的软肋 所以给小枫下毒陷害她 以至于小枫差点丢了性命 后来柴先生点醒她的时候 便知道自己不能再心软 只有这样才能保她安全 让裴照在背后悄悄安排好一切 自己则在东宫演戏 故意在高相派来的房市亲面前 表现得庸庸碌碌 商议正式时哈欠连天贪图睡觉 一副烂泥服不上墙的样子 这让房市亲以为对太子了如指掌 得意洋洋地向高相汇报了一番 再加上对赵良帝的宠爱 更加认为太子不务正业 若非太子自己本事 让他背后必高人 房市亲表示自己一定会查清此人 陪赵带着小枫出宫 来到一座祠堂 里面供奉的是铁达尔王的战袍 陪赵告诉他 太子从西晋回来后 便修建了这座祠堂 铁达尔仪式殷豪该当礼藏 小枫抱着阿翁的战袍放声痛哭 李承宁希望他能解开心结 再三叮嘱陪赵 千万不要告诉小枫 是他让带着来的 陪赵也告诉他 李朝和丹蚩延续几十年的战争 并不是太子一人能左右的 有国家就会有战争 就会有流血和伤亡 李朝也有无数的将士尸骨未能找到 他们的父母妻儿同样痛不欲生 希望小枫能解开心结 不要太过怨恨太子 解开了又能如何 我阿翁就能活过来吗 偏偏命运弄人 自己又偏偏成了他的太子妃 转眼赵良帝解除了禁足 李承宁便急忙来见他诉说忠常 反观太子妃一直在生病 却也见不到太子 没禁足的反而向禁了足 太子妃不受太子待见 就这样被婢女们传出了闲话 阿渡为了让小枫散心两人又偷偷出宫 来到米罗酒寺喝酒 小枫告诉顾剑自己丢掉了很多记忆 自然也想不起他来 但他对自己帮忙会牢记在心里 所以要和他结为异性兄妹 顾见苦笑 直言结拜兄妹有些暧昧关系 容易让人误会 所以我们不如 以师徒相成 除了父母师父便是最亲近的人 有人欺负他自己会跳出来保护他 哪怕他背叛了全世界 那他就与全世界为敌 小枫一拍桌子 跪地一碗酒进过去 就这样两人再次成为师徒 不多久高相和圣上几乎同时查到 太子的幕后高手柴木 且和明远公主相识 其门下有个叫做乾隆史的江湖组织 本该在西境的组织 如今却频繁出现在上京 圣上下令一定要找到此人 柴木从明玉方出来 碰到曾县率领的神武军 对他为敌 李承鄞明明很爱小枫 可偏要对他恶语相向 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护小枫 不让他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 赵良帝解除禁足后 永娘为了让小枫和太子缓和关系 便劝他去看望赵良帝 小枫不愿前往 更不愿为了李承鄞去巴戒他喜欢的人 永娘便跪下恳求太子妃 小枫无奈只好答应前去 特意从随行的架状中 拿了沉酿的葡萄酒 可李承鄞却呵斥小枫拿的是烂东西 送给他的良帝只会害了他 气得小枫吹胡子瞪眼不愿搭理他 将带来的酒给了赵瑟瑟 李承鄞又生气地夺过还回去 两人抢来抢去 不料三人失手不慎摔了葡萄酒 小枫和赵瑟瑟又同时失控向后导 李承鄞却出于本能 身体不由自主抱住了小枫 让赵瑟瑟摔倒在地上 看着太子的指动很是生气 失促时划伤了手 李承鄞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关心询问赵瑟瑟 怒斥小枫以后不许再踏入青鸾殿 并将他赶了出去 李承鄞亲自为赵瑟瑟上药包扎 其实他心里清楚 当初他和小枫一同落水 太子救的是小枫不是他 这次也不例外 当卑微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 最终的结果大都不会被珍惜 正所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一年一度的御佛节即将来临 皇后为小枫准备了太子妃的服饰 对于四肢局的手艺小枫爱不释手 赵良帝只能心有不甘满心失落 回到承恩殿 李承鄞本想教小枫关于御佛节的礼仪 刚开口便招来讥讽 杀了那么多人还要在佛祖面前装慈悲 真是可行 两人一言不合又开始针尖对脉王 哪里痛就要哪里捅刀子 小枫一气之下便将衣服丢给李承鄞 让他拿去给赵瑟瑟穿 让他陪着一起去御佛节 你不去让瑟瑟去 然后到母后那里给我撞 让瑟瑟臭啊 是吗 你放心 我就说我病了 不会连累你的瑟瑟的 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李承鄞被小枫气得口不择言 本就想提前告诉他御佛节的礼制 不曾想把事情闹到这般境地 一气之下真的将衣服送给了赵瑟瑟 御佛节当日 圣上没有看到太子妃便面露不悦 皇后虽然也不满赵梁帝阅祖戴袍 还是向圣上解释太子妃因病无法前来 赵瑟瑟只能尴尬地立在原地 而这一边小枫完全忘记了 自己是因为生病无法参加御佛节 带着阿渡和顾坚一起来庙会上游玩 看到有波斯女巫在算命 便好奇地来凑热闹 女巫告诉他们有两世情缘 但都不会有好结果 应该尽早分开 小枫却认为这是骗人的招数 他和顾剑只是师徒关系 顾剑让小枫先行离开 自己留下想要继续听 你活着就是为了赎罪 顾剑告诉女巫 自己确实在受着万箭穿心的痛苦 但还没打算死 小枫从波斯女巫处出来后 来到许愿池买了乌龟放生 转眼却发现 他们又将刚刚放生的乌龟 从盒中捞出来再次售卖 如此从中牟利 小枫决定要拆穿他们的丑恶面 骗子们自然不能轻易承认自己的罪行 直到小枫告诉大家 他在放生前给乌龟的腿上绑了根白绳 面对证据骗子们恼羞成怒 便要围攻他们 阿渡眼疾手快拉着小枫飞速逃跑 顾剑在河对岸看到小枫被围攻 慌忙也追赶过去 小枫和阿渡在闹市上狂奔 丝毫不惧怕后面的人 和骗子一路打得火热 现场一片混乱 还大喊让大家看清骗子的嘴脸 千万不要再上当受骗 而此时圣上正邪皇后和太子仪众人 正在城楼上与民同乐 却看到告病假的太子妃 居然出现在街上还与人打架 令圣上怒不可遏 李承鄞命陪赵下去看情况 小枫打得正欢时 看到陪赵反而被吓了一跳 抬头便看到圣上等众人无比屈黑的脸 瞬间知道自己又闯了祸 顾剑看到皇帝在城楼上未敢露面 默默地看着小枫被陪赵带走 轻宁宫前 李承鄞拦住小枫 干什么你 待会儿就说我让你去的 店内皇后怒气冲冲则问 今日是怎么回事 李承鄞承认是自己不让太子妃前去御佛节 小枫也称因为自己不懂御佛节礼仪 不愿给皇家丢脸所以才称病 这时李承鄞又故意激怒小枫 指责她因极度诚信所以才称病 又出现在朱雀街 就是为了让圣上和皇后误会她专宠色色 和小枫再一次吵得不可开交 皇后以为自从赵色色入住东宫后 太子就像变了一个人 为了她时常顶撞自己 便将怒气发泄到赵色色身上 责怪她狐媚祸主 想顶替太子妃取而代之 李承鄞赶紧替赵色色求情 赵色色知道皇后是有意惩罚 为了不加重责罚 便阻止太子继续求情 李承鄞知道赵色色受了委屈 跑去青鸾殿反被侍女拦在外面 太子对梁娣越好受到的处罚越重 希望太子不要给梁娣带来更多责罚 李承鄞认为是自己连累了她 赵色色之言不后悔和她在一起 将来也不会后悔 离开青鸾殿后和陪赵商议 要去承恩殿找小枫演一出戏 我得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 是我破皮无赖欺负太子妃 李承鄞冷着脸来到承恩殿 陆斥小枫就今晚一世害得瑟瑟被罚 行事问罪要替瑟瑟讨公道 小枫也不甘示弱振振有词 两人又大吵一架 李承鄞气呼呼来到院子里 对所有下人下令 赵色色过生辰 小枫睡到日上三杆 永娘怎么喊都叫不起来 便私自做主 让人以太子妃的名义送去一碗长寿面 当作生辰贺礼 没想到主婆二人认为太子妃看清他们 决定用这碗面陷害小枫 果然李承鄞气呼呼来到承恩殿 在房间里四处翻找 声称要找到害人的东西 怒斥小枫不怀好意送面谋害赵色色 赵良帝吃了你让人送过去的寿面 永娘慌忙跪下解释 太子妃根本不知长寿面一事 是自己私下做主送过去的 并发誓保证没有伤害赵良帝 李承鄞表示自己一定会调查清楚 便离开了承恩殿 如今东宫里就太子妃和赵良帝 永娘是太皇太后身边的人 断不会做出此等龌龊之事 却只怕瑟瑟自作聪明 贼喊作贼 小枫虽在西境长大为人豪爽 但毕竟是在宫廷中长大 竟然毫无半点心机 永宁和洛西都知道赵瑟瑟就是个白莲花 替她打抱不平 偏偏小枫认为她对自己没有敌意 一切都是李承鄞惹的祸 小编对小枫的人设有些无语 转头她来到青丸殿 将一枚孔雀石送给赵瑟瑟当生辰礼 赵瑟瑟察言察语表示 相信那碗长寿面和小枫无关 让她不要放在心上 紧接着又开始作妖 命侍女将太子送她的狼牙给小枫看 认为小枫之前有可能看错了 这是我的狼牙 这狼牙是太子殿下给我的定情信物 赵瑟瑟故意这样说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搞清楚 太子和太子妃以前是什么关系 小枫为感谢裴赵多番相救 送了自己亲手做的珠串护身符 实则所在的裴赵不敢邀功 推辞当中李承鄞突然出现 吓得裴赵急忙攥起来藏在身后 小枫正好追问 为何要将自己阿翁送她的狼牙 转送给了赵良帝 李承鄞解释那是她从西境带回来的 并不知道是小枫的东西 良帝喜欢便随手送给她了 等再次翻看从西境带回来的东西时 裴赵过来告诉她 那梅狼牙是她在银帐外面捡到的 以为是战利品就放在了物品当中 裴赵要去向太子妃解释 被李承鄞制止 声称自己会去解释 小枫还没等来李承鄞的解释 出宫又再次惹上了麻烦 两人好心救下落水小孩 不仅没有得到感激 反而被诬陷成推孩子落水的坏人 小枫为了自证清白闹到了衙门 裴赵得到消息后来到衙门当堂听审 最终为两人喜情冤屈 小枫再次感谢裴赵的出手相助 裴赵惶恐下急忙请求不要再送东西了 毕竟他们之间尊卑有别 护她周全是职责所在 小枫却笑称自己是真心将她当成好朋友 朋友之间没有尊卑之分 等裴赵将他们送回宫后 开门却看到李承鄞黑着脸坐在店中 皇后在宫中设宴 目的是为了给宫主们选驸马 太子和太子妃自然要出席 对于在西境长大的小枫 面对螃蟹这只大虫子十分好奇 赵良帝看出小枫对于海物不知怎么下口 便出言讽刺小枫没有见识 李承鄞这个腹黑狗子 既要让大家知道自己讨厌太子妃 还又忍不住想要对她好 借着嘴巴毒辣又将小枫一顿扁损 手也没闲着 开始优雅地在众人面前表演拆蟹 小枫不会吃蟹 却又是一个吃货 看着李承鄞这行云流水般的一番操作 馋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口水也快蔓延开来 李承鄞知道小枫就这一点非常崇拜自己 得意地无比开心 她将蟹肉递给赵瑟瑟 却又中途收回假装关心她 身体不是不便食含量的东西 将蟹肉给了自己 小枫还是惊讶 终于吃到蟹肉的小枫傻乎的甚是可爱 腹黑的李承鄞在一旁偷偷地看着 一脸宠溺的表情 想笑又不能笑的模样很有趣 这也令赵瑟瑟心生醋意 宫宴上 高相的女儿高如意献上一舞 她恶挪多姿 舞姿轻盈优雅 从空中缓缓飞落 犹如仙子落凡尘 皇帝目不转睛地盯着高如意 皇后心中窃喜 嘴角不自觉上扬 随后便将人带到圣上面前 便将人留在了宫中 数日后 高坤带着一尊宋子观音来到清宁宫 希望皇后能助如意早日侍寝 生下龙子在宫中站稳脚跟 等高坤离开后 皇后气得抱起宋子观音要摔碎 侍女身轻如燕稳稳接住 轻轻放下后提醒皇后 切莫草率行事 皇后如此心骄 也是因为太子跟她越发生分 便决定要培养一个听话的孩子 来做太子 宫里和侍卫私通 怀有身孕的婿娘 便成了她手中最好的工具 命人通知太子晚上 去清宁宫共进晚膳 要开始算计李承宁 这边小枫带着阿渡 又偷偷溜出宫 没多久发现李承宁跟在身后 便让阿渡先行前往米罗九四 两人分头行动 李承宁则问她是不是又出来闯祸 小枫不以为意 反倒每次出宫都能伸张正义 李承宁拉着她来到维品阁 将小微拉到一旁交了定金 要用半个月的时间定制一件东西 又拉着小枫量尺寸 谎称要为赵瑟瑟定制衣裙 她亲自量小枫自是不愿意 提出让小微来量 小枫无奈只好让她亲自动手 还故意和小枫贴在一起 两人就在小微吃惊和差异中完成测量 出来店铺碰到顾剑和米罗 小枫不知道李承宁和顾剑相识 示意她不要打招呼 李承宁故意拉着小枫仰面而过 顾剑心如明镜面露不悦 晚间李承宁来到清宁宫 皇后却在酒中给李承宁下了药 宫女被皇后抓到致命的把柄 为了活命只好听从安排 悄悄爬上太子的床 绪娘的事情 李承宁知道是皇后的阴谋 在她与一位封时 只能隐忍不发 看看皇后到底要何种结果 李承宁被皇后算计时 小枫也正在为她烦恼 她琢磨不透李承宁对自己的态度 经常来找她吵架 宫中人人都知她喜欢赵良娣 不喜欢她这个太子妃 可在危险时刻 她又会出手先救自己 这是太子的家世 陪赵也不便多言 小枫只希望 她能以朋友的身份说出看法 可他们两人之间的朋友相交 被赵瑟瑟的婢女看到 回去便告诉她 小枫和陪赵两人之间关系不一般 或许有私情 一日 李承宁正陪着皇后用早膳时 侍女慌慌张张来禀报 旭娘上了太子的床 皇后便顺势让李承宁 将旭娘接到东宫 李承宁用酒后乱性的方式拒绝 并且自己也不喜欢旭娘 皇后看着太子那窝囊样 即便很生气也只好先答应 李承宁回到东宫后 召见陪赵商议此事 她知道皇后这样做 是为了不让赵瑟瑟专宠 送几个侍女也有可能 但为什么独独是旭娘 命陪赵查清背后原因 可陪赵也只是查出一些基本信息 旭娘和自己部下好吃懒做的张餐 近几个月走得有些近 而且张餐还是皇后的远方堂弟 但并未查出旭娘已怀有身孕 李承宁来到青鸾殿 给赵瑟瑟送定制的衣裙 赵瑟瑟满心欢喜 便立即去换装穿给李承宁看 可赵瑟瑟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正沉浸在喜悦时 太子向她表明了真正的来意 就是之前送她的那枚狼牙 其实是小枫的 希望她能将狼牙还给小枫 赵瑟瑟虽然面上大度宽容 但心里难免不悦 赵瑟瑟将狼牙递给李承宁时 几乎是迫不及待接了过去 后又拿出一块玉佩来安抚她 这让赵瑟瑟意识到 李承宁只是为了太子妃才送东西护换 令她心里百般不适滋味 高如意已进攻越鱼 皇后一直以高如意体寒在调养身体为由 阻止圣上去华西殿 皇帝面色如常并无任何神色 可谁知入夜 高如意正在沐浴时 皇帝忽然驾临华西殿 高如意惊恐中带着羞涩 随后清宁宫便得到消息 圣上去了高美人那里 皇后大怒 知道圣上是故意做给她看 皇后为了尽快巩固自己的地位 便在李承宁过生辰时送了她一份大 谁能拒绝如此划算又实惠的生辰礼物 李承宁过生辰 赵瑟瑟亲手缝制了一幅百花图 李承宁甚是满意 而率真的小枫礼物最是直接 实打实的一百钉金子 话说难道这不是最好的礼物吗 谁能拒绝这讨人喜的好意 反正小编觉得这是送到新坎里的礼物 而太子的回礼 给小枫的却是她的唯品格 亲手给她量身定制的祈福 李承宁此举令小枫很是吃惊 然而皇后的礼物才是令众人措手不及 为了要一个听话的傀儡巩固地位 在李承宁生辰这日将旭娘送进东宫 我的第一个皇孙 竟是出生在一个叫旭娘的宫女腹中 小枫吃惊是因为 她觉得李承宁的孩子 应该是赵瑟瑟所出才对 毕竟李承宁喜欢良地 可赵瑟瑟却控制不住自己 当场委屈地痛哭起来 认为太子负了自己 皇后催促太子 让旭娘进东宫封为宝林 李承宁则认为等孩子出生后再册封不迟 并埋怨皇后送旭娘入东宫 应当提前知会他们 皇后咄咄逼人说道 太子这是责怪她擅自做主 而此时的赵瑟瑟 仍旧沉浸在悲伤之中哭个不停 这可惹恼了皇后 皇后十分不快责令她先行退下 赵瑟瑟哭着离开 李承宁以政务繁忙不让旭娘入住东宫 皇后见太子的态度如此坚持 便暂时作罢 赵瑟瑟回到青鸾殿 打砸东西来发泄心中的不快 太子承诺过直宠她一人 可如今却和别的女子先有了孩子 自己竟然全然不知 身份不如太子妃尊贵 自己还不得皇后喜欢 又无子嗣可依靠 皇后在东宫的日子越发难挨 越想越生气哭得也越发伤心 李承宁跑来向她解释 正在气头上的赵瑟瑟根本不听她说话 思闹之间气愤之余 竟将李承宁送她的定情欲配摔得粉碎 李承宁拂袖离开了青鸾殿 赵瑟瑟跌坐在地上 再次放声痛哭 皇后又单独召见小枫 让她以后收养续娘的孩子 可小枫认为 孩子出生就和生母分离非常可怜 皇后便将小枫训斥了一顿 指责她不懂宫里的规矩 更不懂得管束赵瑟瑟 以至于让赵瑟瑟失了体统 而这时 宫里开始传言太子妃和裴将军关系亲密 经常夜间说话私会 太子妃还送了护腕给裴将军当护身符 石恩将长舌的婢女一顿训斥 便跑去找太子 支支吾吾将流言告诉李承宁 李承宁面色非常难看 但也并未继续追问下去 当天夜里便来到承恩店里睡 小枫无奈便起身要去找阿渡 李承宁一把拉住小枫将其按在床上 警告她哪里都不许去 满心欢喜地捉弄自己的太子妃 小枫大骂李承宁 只好乖乖手脚并用躺在床上 翻身对着她表示自己最后的倔强 李承宁第一次在承恩店过夜 第一次和小枫同踏而眠 兴奋之下一直睡不着 小枫倒是没心没肺睡得十分香甜 这时发现外面有人偷听 故意扯走小枫的被子 将其闹醒 小枫自然要抢回自己的被子 给我 要不是瑟瑟劝我来我才不会来 两人心里都彼此喜欢着对方 却不会向对方表达 李承宁为了保护小枫 只能在外人面前对她冷言冷语 小枫再次被她所伤 也懒得语气争辩 独自来到窗边打开窗户 看到顾见一身白衣站在对面的树上 四目相对摇摇相望 眼神中充满哀怨 更是无声的守护 这时李承宁也缓不过来 小枫心中一经急忙关上窗户 劝小枫回去乖乖睡觉 次日李承宁一大早离开承恩殿 告诉等在殿外的陪照 承恩殿里有奸细 需要详家排查 然后还故意向陪照炫耀 自从回上京啊 这一年多了 就属昨晚睡得最好 赵瑟瑟知道李承宁夜宿承恩殿 便来看望小枫 虽面子上一副宽容大度的模样 实则心里十分嫉妒 言语当中试探小枫和李承宁的关系 还有打算何时接旭娘入东宫 小枫虽心思单纯 但也知道她这样问定有古怪 毕竟旭旭娘在皇后店里好吃好喝地养着 何时要接近东宫 也该去问太子而不是来问她 赵良娣去承恩殿的消息 很快被李承宁得知 她很是诧异 陪照又告诉她 那日偷听的婢女是皇后身边的人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便暂时先留着那个婢女 次日 小枫换了李承宁送的奇装出宫时 赵良娣再次来到承恩殿 姐姐穿上这身衣服 真是英姿撒舌 不让须眉啊 紧接着送了小枫一个香包 声称是自己自小携带的香料 也是太子喜欢的味道 阿渡一把夺过扔给赵瑟瑟 这时李承宁气冲冲赶来 声称承恩殿的人不懂规矩 小枫也是野蛮之人 无配用这么好的香包 说完拉着赵瑟瑟的手离开 气得小枫火冒三丈 在背后大骂李承宁 李承宁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怕香包里有害人的东西 便让时恩拿着香包去查验一下 可小枫看着李承宁拉走赵瑟瑟 心里非常难过 也非常鲜 鉴于皇后最近一系列出个动作 李承宁也要开始反击 离见皇后和高相 张参便是最好的突破口 此人鲁莽愚笨好赌 又逢赌必输人品极差 固见在张参和高震的身边都安插了人 而高震并不知道张参是皇后的远房堂弟 张参欠了赌方好多赌债 又没有钱还 无奈之下便找到胡孝帮忙 胡孝便开始离见计划 另一边陶俭提前让高震做好防备 当官府搜查时只能无功而返 高震逃过一劫后 命陶俭找到举报之人 赌方是高震的摇钱术 张参报了官府自然就摸了老虎的屁股 高震必定要找他的麻烦 张参在高震的毒打下昏了过去 陶俭查看时 趁其不备掐死了张参 开始第二步计划 提议把张参的尸首扔进河里 让高震找官府的人定性为失足落水 支走高震只是为了防止 皇后和高相在第一时间互通消息 为了能让圣上和皇后严查此事 李承鄞将圣上引到清宁宫 张参的母亲求告无门 自己的儿子又是为皇后办事 便请求皇后的母亲佩国夫人 将她带进宫 圣上则令大理寺着手调查 然此案涉及达官显贵 李承鄞为了防止下面的人私相授受 主动请因由自己查明真相 佩国夫人知道张参是为皇后办事 也怕事情闹大便将其母亲带到宫中 也不曾想皇帝会在这里 皇后疑心圣上为何会突然来到清宁宫 而皇帝和曹姬也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鸡贼的李承鄞又过来算计赵瑟瑟 称其为张参的案子繁星 不知该有何人来协理 赵瑟瑟便推荐自己的兄长赵士玄 这郑重李承鄞的下怀 而赵士玄好大喜功 又一直以为太子是高相一党 害怕包庇高镇 以至于查到很多证据 私下密会大理寺和刑部 这些都未上报给李承鄞 一切证据齐全要打高家一个措手不及 七夕之夜 赵瑟瑟还在为太子秀之鸳鸯 而李承鄞拉着小枫出了宫 来到湖边要泛舟 两人坐在小船上欣赏如痴如醉的夜色 小枫玩心大气调皮地向李承鄞泼水 难得的浪漫七夕之夜 小枫如发奇想要划船 谁知一失手将船桨掉入水中 眼睁睁看着船桨越飘越远 两人使出排山倒海之力用手划水 李承鄞一边发牢骚 一边用力划水 直到天亮两人才返回宫中 也同时感染了风寒 李承鄞回东宫后 赵瑟瑟前来送糕点 看到他感冒 便关心询问 李承鄞却谎称 昨天与他兄长商业案情才会如此 并将赵士玄夸奖了一番 赵瑟瑟心存疑虑 殿下昨夜去了大理寺 又怎么能见到我兄长呢 虽然知道太子是在敷衍他 但也去厨房准备给他做姜汤 起料刚进入厨房 就听到太子吩咐给太子妃熬制姜汤 赵瑟瑟十分伤心气地扭头就走 深夜 远在灵州的高震 便被赵士玄的人秘密抓捕回上京 高家得知消息自食怒不可遏 高坤当朝便状告刑部和大理寺卿 赵士一党将全部证据递交 圣上定夺 高震撕开赌方 故意杀人以板上钉钉 赵士玄和高坤在朝堂上吵了起来 李承鄞故意做出一副吃惊的模样 责怪赵士玄不提前向自己禀报 众大臣面面相去 相信太子是被赵士玄蒙在鼓里 事到如今高相只能以退为进 圣上却声称高相是左膀右臂 高震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会连累高架 下朝后李承鄞追上高相向其道歉 声明自己并不知情 否则也不会任由其发展到如今地步 高相心里恨得牙根痒痒 可嘴上并未说什么 皇后得知是高震杀了张参 怒问李承鄞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不提前告诉她 再次解释自己事先并不知情 皇后知道这次逼着高相亲手斩断高震 高相势必会把仇恨算在他们头上 李承鄞向皇后表示 以后用赵家人会多加考虑 皇后派人前往高府通知要见高相 不料高相拒绝见皇后 荣霜又跑到大理寺也别拒之门外 这时李承鄞也来到这里 告诉荣霜 自己一定会将皇后要说的话带到 来到牢房 李承鄞告诉她 此案由大理寺和刑部联合审查 自己也无能为力 高震请求李承鄞救救她 此事的癥结它不在于我 在于我母后 李承鄞将责任全推到了皇后身上 还答应会帮她向皇后求情 次日高家将高震开设赌方所得 全部上交国库 换来了高震流放衙洲 恩准高家可以前去送行 高家虽栽了名声 但总归保全了高震的性命 至此高家彻底恨上皇后 高坤前去送行 承诺一定不会让她白白受罪 必定很快会将她接回来 此时兄弟二人恨极了皇后 而赵士玄对高震恨之入骨 如今又落入她的手中 定不会让高震活着回来 便召集了一批死士 在高震前往衙洲途中杀了她 明明之前两人一同夜游泛舟 小枫受了风寒不肯喝药 李承鄞得知后特意来找她 严明陪她一起喝 自己身先士卒先喝了一碗 又甜言蜜语哄着小枫将要喝下 并准备了一块蜜糖 在小枫喝完药后快速塞进她的嘴里 小枫惊讶地抬头看着她 永娘看着他们越来越像小夫妻 小枫也惹不住开心 自从高震死后 皇后多次登门见高相 都被避而不见 深知已经和高家生了嫌隙 便让太子远离赵家人尤其是赵瑟瑟 好好和圣上学学语录均沾的帝王之道 可李承鄞却想到枉死的生生母亲 便当面发誓 必定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自己的女人 太子如此决绝的态度 令皇后内心不安 深觉太子已经不再和她一条心 再扶持她已经没有了指望 如果高相再对她弃之不顾 自己的后卫也就岌岌可危 再次来到高府终于见到了高相 皇后直接表明来意 高相也认为太子现在已不让人省心 好在太子和太子妃现在关系不融洽 没有得到西州的支持 赵家也要远离 那么赵瑟瑟也就不能再留 高相挑明旭娘肚子里的孩子 绝对不会是李承宁的 也就不用让她把孩子生出来 皇后便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 旭娘的腹部已经渐渐隆起 虽知孩子的亲生父亲是个没用之人 但也期盼孩子的到来 这时突然却腹部疼痛 叫来衣冠时孩子已经被打了下来 李承宁和小枫得到消息赶到清宁宫 荣霜告诉他们 是因为有人在续娘的饮食中下药 才导致流产 皇后让荣霜毒出口供 供词中小枫成了幕后主使 不是自己干的小枫定然不会领罪 可李承宁却让皇后执行决断 小枫不可置信地瞪着李承宁 儿臣不敢 以私情相训 皇后等的就是这句话 两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能出现反转 传我一旨 把赵良帝贬为庶人 口供确实不假 不过幕后主使之人却是赵良帝 下毒之人早年间受过赵家恩惠 和赵家有来往 太子妃从西境来根本就不认识此人 正是赵良帝栽赃陷害太子妃 这下李承宁慌了神 神情颇为激动 急忙跪下替赵瑟瑟求情 皇后正好拿她刚才所言来堵她的嘴 要将赵瑟瑟杖杀 心地善良的小枫也跪下求情 母后息怒 母后息怒 赵家父子皆在朝中任职 且是朝中重臣 希望皇后能从轻发落 最后 皇后下令将赵瑟瑟贬为庶人禁足三个月 高如意从旁提议 将旭娘封为宝林入驻东宫以示安抚 等两人走出清宁宫 李承宁看到偷偷跟在身后的戎霜 出手便打了小枫一巴掌 指责小枫是个心如蛇蝎的恶毒女人 这一切都是她所为 既除掉了绪娘的孩子 又诬陷她心爱的赵瑟瑟 皇后命容霜关了青丸殿的大门 并撤走了所有服侍的人 随着大门关闭 赵瑟瑟气急攻心便晕倒了 李承宁知道后来到清宁宫 质问皇后为何要如此对待瑟瑟 为了让皇后收回成命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便常跪不起 皇后任由她胡闹 气冲冲拂休而去 也不让她去看赵瑟瑟 李承宁跪在地上一天 导致腿上就伤复发疼痛欲裂 脑海中不断闪现过往片段 体力不知下昏倒在地 永娘劝说太子妃去看望太子 小枫却认为这是李承宁的苦肉计 即便真的烧几天也不碍事 谁知李承宁就伤复发 加上心神欲竭又受了风寒 便真的高烧不退一并不起 这几日迷迷糊糊中 梦到沙白眼狼王的事情 就连十恩送的药也拒绝服用 还告诉她 自己一定要想起过往记忆 之后便命所有人退出去 不让人再进寝殿 永娘知道太子不仅不吃药 还将人全部赶了出来 实在放心不下 便再次劝说太子妃 小枫认为李承宁此举 简直十分幼稚可笑 自己根本不想理她 她不知还没死 行了行了行了 我跟你去看看 李承宁烧得浑身滚烫 小枫试探时 却被她紧紧握住手 只好让永娘喂药 可她紧闭着嘴巴不肯张开 小枫便让阿渡捏着她的鼻子 强行叫灌了下去 等喂完药 不管如何往外拽手 直至晚上吃晚膳时 都需要永娘一口口味 小枫无奈只好任命地 躺在李承宁的身上 第二日早上 小枫内急想要出去 还是无法从李承宁手里挣脱出来 只好将永娘换了进来 告诉她自己内急 永娘便将公筒拿了过来 小枫以为李承宁还在睡 便安心地出宫 在扭头时 却看到李承宁笑嘻嘻地盯着自己 小枫又羞又恼大喊大叫 店外的阿渡闻声赶来 拔出金错刀便对准了李承宁 可她此时一点都不害怕 还在嬉皮笑脸地笑话小枫 小枫从阿渡手中夺过刀 骑在她的身上开始一顿乱锤 命阿渡将永娘拉出店外 永娘怕太子妃闯或想要进去 阿渡却死死拦着 不料店内却发生反转 李承宁夺过刀将小枫按在了床上 小枫拼命大喊阿渡帮忙 这回换永娘将阿渡拦在外面 李承宁坏坏地笑着让小枫倾她 便不会将今日发生的事说出去 撅着嘴巴让其主动点 小枫为了两国和平 只能闭眼亲了上去 李承宁却在此时 脑中又闪现出和小枫的往事记忆 再次头痛欲裂一把将她推开 让小枫离开店内 李承宁这个腹黑的狗子 不仅骗小枫啃嘴巴 答应好的不会到处宣扬 却还命时恩给小枫送鸳鸯韬 并且还传言两人大白天行夫妻之事 小枫听到后羞愧不已 解释又解释不清楚 腹黑的狸狗子绝对是故意的 简直坏透了 这下整个皇宫都知道了 太子妃衣衫不整的 从太子的请殿中出来 连在禁足中的赵瑟瑟都得知了消息 听闻后怒火暗生 次日小枫被叫去清宁宫挨骂 皇后责怪小枫不懂得矜持 更不懂得拒绝 光天化日之下失疑 小枫有口难言 两人根本什么都没发生 白白挨一顿训斥 还被罚每日抄二十遍女界 等回到陈文殿小枫越想越生气 李承宁简直就是自己的克星 一向耐不住性子的小枫 一连几日都在抄女界 再这样下去没有累死也要闷死 便和阿杜换上男装想偷溜出宫 却在宫门口碰到了裴赵 裴赵劝说小枫最好不要出去 小枫恳求能放他出去透透气 邀请裴赵一起同行 裴赵不语 小枫便使出杀手剪装可怜 果然裴赵乖乖就范 跟着他们一同出宫 三人来到米罗九四 小枫吹起了碧力 米罗半五 玩得正欢快时 小枫看到有肉端上来 便将碧力随手塞给了裴赵 自己便跑去大块躲移 裴赵拿着碧力吹起了思想曲 小枫惊呆了 没想到他居然会吹碧力 等裴赵将他们二人送回承恩殿 李承鄞站在对面楼阁之上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顿时怒火上涌打翻了醋坛子 次日和圣上商议朝政要提拔可重用的人才 圣上也提到了裴赵 他可有七十啊 还未取七 转眼太皇太后 摘戒四十九日回宫 正逢寿淡 李承鄞带着小枫 一起来给太皇太后贺寿 两人一言不合 差点又吵了起来 入座时两人本应该坐在一起 可小枫还记恨他明目张胆的宋冤央涛 让自己在宫中丢尽了脸面 掉头去找了洛西和永宁 只想离他远远的 这时圣上邪高如意前来贺寿 皇后却面色挥败十分难看 太皇太后过寿淡 圣上决定送太皇太后一份大礼 实在是太般配了 洛西新月陪赵亲近之人都知晓 可陪赵的心思却无人知 他曾和小枫说过 他是皇家子弟 自己的婚事自己做不了主 因为他自幼享受锦衣玉食 享受着不普通百姓 没有的生活和荣耀 这便是他要付出的代价 被赐婚可陪赵并无半点喜悦 李承鄞询问为何闷闷不乐 陪赵告诉他 自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 还请殿下放心 可李承鄞却觉得 他是在暗讽自己对小枫不好 他告诉陪赵自己 偏不对太子妃相敬如宾 而是要和他情深异常相爱相亲 陪赵看着太子的身影 有说不出的滋味 可当夜李承鄞又找小枫吵架 太皇太后不仅下令将二人关起来 还命令没有自己的旨意 不许任何人放他们出来 事情还要从在太皇太后处 吃东西说起 小枫突然觉得恶心呕吐 太皇太后却没开眼笑 以为小枫肚子里有了娃娃 慌忙命人传太医 不等小枫解释 还想着将来孩子请名字的事情 结果太医诊断完 小枫只是脾胃受粮所至 太皇太后空欢喜一场大失所望 不停地指责李承鄞不中用 为了能早日抱上玄孙 便百嫁来到东宫 告诉李承鄞不用去园臣大典 随后下旨将小枫和李承鄞 关在内殿中 工人们推得推拉的拉 一窝蜂地将二人关入寝殿中 李承鄞认为是小枫 在太皇太后面前告状 才被关起来的 小枫也生气坐在桌子边发呆 两人被关了半日 天色也暗了下来 婢女打开宫门 匆匆放下晚膳 又急忙退了出去 李承鄞拿着膳食 故意气小枫 竟将两碗十全大补汤 全倒进自己的肚子里 小枫十分眼馋在一旁偷偷看着 没过多久报应来了 李承鄞浑身躁热发抖 非常不舒服 小枫看她状况不对 便上前查探 发现她出了一头汗 便伸手去摸她的额头 却被李承鄞一把推开 告诉小枫周里有药 小枫低头查看时 被李承鄞从后面一把抱着 太皇太后听到里面的动静会心一笑 小枫可不希望 她心里装着照良地 还和自己发生些什么 干脆敲晕了事 为了防止她图谋不轨 将她绑在床上 两人相安无事过了一夜 可第二日 太皇太后开门进来时 看到小枫正趴在李承鄞身上解绳子 这就对了 这次还将两人的衣服一并带走 再次关上店门 还撤走了店内的炭火 小枫小心翼翼上床 两人只能盖着被子取暖 等婢女在送来膳食时 还是一模一样的汤羹 两人却都不敢再喝 只能挨饿挺着 赵瑟瑟虽被关门禁足 但消息还是十分灵通 几儿将他们两人 被太皇太后关在一起生孩子的事 告诉了她 赵瑟瑟担心他们有了孩子 会危及她在东宫的地位 李承鄞和小枫盖一床被子取暖 她问小枫陪赵和洛西订婚 她为何不为两个好友高兴 小枫认为两个不相爱的人 因为一道圣子而在一起很可怜 就像她和李承鄞 明明不喜欢对方却要被捆绑在一起 李承鄞这时想要说出心里话 最终吞吞吐吐还是没能如实相告 皇后来到东宫想探望李承鄞 却被太皇太后的人挡在殿外 无意中看到李承鄞衣服上的玉佩 那是李承鄞生母留下的 皇后心中一惊 怕太子知晓前程往事 让李承鄞以后到清宁宫自己来娶 拿着玉佩匆匆离开 为了不被饿死能早日离开 小枫便让李承鄞装病 从小亲手养大的孩子 皇后故宫还是对李承鄞下了手 让容霜刺死 只因在李承鄞的衣服上 发现了她生母的玉佩 等李承鄞去清宁宫取衣服时 追问她玉佩的来历 李承鄞只说是明远姑姑送她的 皇后不动声色将玉佩还给了她 转身离开时 李承鄞的眼神突然变得冷冽犀利 当晚便在陪赵的陪同下找到柴木 皇后必定不会相信她的说辞 只是未拆穿而已 这时柴木发现外面有人偷听 必定是皇后派来的心腹 柴木便大声提醒她 明日早朝要向圣上 说明她亲生母亲是被皇后害死的 同时要带着证据前去 李承鄞的生母是圣上最爱的女人 皇后担心她真的会告发自己 谁知次日皇后来找圣上 恰好听到高如意有了身孕 圣上将高如意托付给她照顾 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试探和怀疑 真是祸不担心 如今高如意又有了身孕 高家也不会再管她 亲手养大的孩子也要告发她 皇后茫然地不知所措伤心大哭 当天夜里 李承鄞将自己灌得酩顶大醉 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去伺候 将他们全部赶了出去 时恩觉得最近太子和太子妃感情甚好 便跑来陈恩宫 恳求小枫前去看看太子 等小枫来到太子请宫 店内一片漆黑 李承鄞立声让小枫马上出去 可小枫放心不下并未离开 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李承鄞将小枫拥入怀中却沉默不已 你先离开 还没等她回答 一个黑衣人从窗户飞进来 危急关头挡在小枫前面 剑直接刺入她的胸口 抬特一脚将刺客踹到在一旁 小枫大喊阿渡有刺客 阿渡闯入店内追赶刺客 裴赵也率领雨林军赶到东宫围捕 李承鄞口吐鲜血 还不忘调侃小枫是不是害怕当小寡妇 小枫吓得泪流不止 告诉她不许死在自己面前 李承鄞攥紧小枫的手 脑袋垂向一边昏了过去 阿渡和刺客打斗多时 依旧没能将她擒货 却撕掉了她的面纱 看清刺客的面目非常吃惊 趁着阿渡分神之际出手打晕了她 皇上和皇后赶到东宫 太医向皇上禀告 极为凶险的圣上 这时裴赵抱着昏迷的阿渡进来 小枫请求圣上救救阿渡 圣上认为她肯定见过刺客的样子 下令务必全力救治 皇后一旁听着心惊胆战 面色惨白 太医把过沫后告诉小枫 就算是有再好的灵药 也难医啊 小枫伤心难过 后悔让她一个人去追刺客 之后的日子 小枫穿梭在李承鄞和阿渡之间 照顾他们二人 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咬紧牙关不让泪流下来 李承鄞昏迷中的一语 皇后惊喜落泪 此时的皇后内心非常矛盾 李承鄞虽不是她轻生 但毕竟自小养在身边 哪里能没有母子之情 可在昏迷中的李承鄞 还是抽回了自己的手 皇后心碎攥紧了拳头 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这个儿子 随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东宫 此时永娘跑来告知小枫阿渡已经不行 小枫匆忙赶过去 太医告诉她阿渡怕是难以活过来 小枫情急之下拿出鸣笛找顾剑 而顾剑早已等在宫外 便直接带她进去看阿渡 小枫在外面徘徊等待 顾剑在里面为阿渡运功疗伤 顾剑为了不让小枫伤心 还是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 经过顾剑的治疗 阿渡迈罗通畅生命已无大碍 小枫大喜 便请求顾剑一并救救她的夫君李承鄞 顾剑告诉小枫李承鄞受的外伤 自己的内力无法救她 给了小枫一瓶金疮药 一切都要看李承鄞的造化 顾剑走出宫便昏倒在地 被裴照发现 将她护送到名誉方明月这里 此时顾剑的身体 犹如一盏快要熄灭的枯灯 阿渡已经苏醒 大理四卿前来问她是否看清刺客模样 阿渡点头 裴照奉命将容霜从清宁宫带走 大理四内 容霜拒不承认自己行刺过太子 更没有什么幕后主使 对于圣上的责问 皇后大喊冤枉 太子还未苏醒 圣上暂时将皇后禁足在清宁宫 高相得知皇后派人刺杀太子 并不打算出手救皇后 只因皇后多次违逆他们的意思 况且如今高如意怀了皇嗣 皇后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颗废旗 李承鄞服药后还是一直未醒 太医担心太子身体虚弱 未必能承受住那剂猛药 赵瑟瑟跪求在清宁殿 希望能放他出去看望太子 这时小枫私自来到清宁殿 命人开门放赵良娣出去看太子 店内赵瑟瑟看着昏迷的太子 心里难过眼泪控制不住落下 小枫守在殿外 祈求上苍保佑李承鄞平安无事 陪赵则默默陪在小枫身边 永娘劝说小枫让赵良娣先回去 陪赵退下后 小枫突然发现风很大 回头看向陪赵正站在风中 一惊飞扬 原来刚才是她站在前面 为自己遮风 小枫守在李承鄞身边 紧紧握着她的手喃喃自语 不停地说着两人过往种种 她对自己的坏 对自己的好 还有自己对她的爱恨情仇 对她的依恋 想着她名字的由来 李承鄞忽然睁开眼睛 用沙哑的嗓音缓缓告诉她 太祖皇帝原封银舟 中舟之东梁舟之南 是龙兴之地 所以她叫承鄞 小枫吃惊地拍打着自己的脸颊 李承鄞醒后皇帝问她 刺杀她的人是不是荣霜 李承鄞拿出玉佩 告诉圣上是她亲生母亲留给她的 另一半是明远姑姑所赠 而害死她母亲的凶手便是皇后 圣上沉默不已 皇上来到清宁宫 直接向皇后询问 当年她是否给淑妃下毒 圣上没想到她会如此狠毒 为了全力害死了最好的姐妹 如今还要派人杀了自己养大的儿子 真是颇为心狠手辣 一直以来只是认为她为了自保 所以才不择手段 虽然后宫之事皇帝从不过问 但并不代表她不知道 可没想到皇后能如此丧心病狂 皇后声泪俱下哭诉 自己比任何人都爱太子 绝不会做出伤害李承鄞之事 可皇帝根本不再信她 面在夫妻一场饶她一命 次日也会在朝堂上宣布废后诏书 下令将皇后囚禁在宫中 非死不得出 宫人将所有窗户定死 让其自生自灭 深夜月光凄冷 李承鄞独自来到清宁宫殿外 皇后听到声响猜到是李承鄞 便发疯一般跑过去 昔日的母子二人隔着封闭的大门 皇后哭诉着 对她的养育之恩和疼爱之情 李承鄞知道她还在强宝中 便被皇后抱到膝下抚养长大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可她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对自己的心血和期望 都是她本该从自己亲生母亲身上得到的 夺走了她母亲的性命 还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幸福 可面对诠释她对李承鄞的爱 就显得无比脆弱 母子之情也更加薄弱 她对自己根本没有亲情 只不过是一个达成野心的工具 一没可以任她摆布的棋子罢了 李承鄞悲痛欲绝对着门口大礼叩拜 她派人刺杀自己 也因此丢了半条命 也算还了皇后的养育之恩 从此户部镶嵌母子原尽 皇后扑得撕心裂肺 李承鄞决绝离去 李承鄞走后 张媚娘自知已经一无所有 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期望 三尺白铃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李承鄞得到消息后失声痛哭 皇后倒台 赵瑟瑟也被放了出来 重新成了赵良帝 她欢喜地跑去找李承鄞 自认为再也没有人阻挡他们在一起 却不知李承鄞心中早已被小枫填满 李承鄞带着灵芝来感谢阿度 毕竟是因为她差点丢了性命 小枫送李承鄞离开 便询问小枫是否已经原谅了她 小枫认为他们两人之间并不是爱情 让她多去看看赵瑟瑟 皇后倒台宫中主位空悬 小枫是东宫主位 太皇太后便命小枫和惠妃 一起操办洛西和裴赵的婚事 永宁和小枫站在城楼上 目送洛西出嫁 洛西嫁给自小就喜欢的人 两人都希望她能过得幸福 裴赵和洛西大婚后 小枫带着点心来看旭娘 她希望东宫能一片祥和 自然也想旭娘能与他们和平相处 旭娘告诉小枫自己只是皇后的一颗棋子 太子也从未喜欢过她 况且自己的心也不在皇宫之中 而是宫外的频繁生活 另一边赵瑟瑟得知小枫去看望旭宝林 却心生不满 绝不会坐以待毙 李承鄞来到旭宝林的青丝殿 告诉她张餐已死 她现在已自由 等有合适的机会便放她出宫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旭娘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李承鄞 决定将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她 太子妃 她是个好女人 可还没等旭娘出宫 便波澜在一起发生了巫蛊之事 有人在旭宝林的床下 搜出写有赵瑟生辰八字的巫蛊木牌 巫蛊是礼朝禁忌 是大罪 李承鄞以皇家颜面为借口 在东宫自行解决 赵瑟瑟又察言察语 不信是旭娘所为 定是下人所为 小枫则表示那就更要查清楚 李承鄞知道背后是赵瑟瑟一手策划 为了防止小枫知道她的道 便立声阻止她 下令废除旭娘保龄封号 不许人伺候 小枫大骂李承鄞太过分 结果自己也被禁足半个月 回到东宫 李承鄞告诉裴照 自己曾经念及赵瑟瑟真心对待她 所以不管她犯下什么错事 她都容忍 她对赵瑟瑟已无爱意 但还有责任 所以打算找机会好好点点她 让她好自为之 可没过几日传来旭娘自杀的消息 赵瑟瑟很害怕和震惊 她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旭娘的命 可旭娘却因她而死 小枫得知消息后非常生气 认为李承鄞为了赵瑟瑟是非不分 而这时 李承鄞过来告诉她旭娘已经畏罪自杀 还写下了认罪书 小枫却上前给了她一大嘴巴 此举李承鄞非但没有生气 竟摸着自己的脸开心地笑了起来 随后转身离开 李承鄞利用这次机会让旭娘假死 放她出宫还她自由 临行前旭娘将一方手帕交给石恩 这是她和小枫结为手帕交的信物 旭娘让太子转交太子妃 这样太子妃就不会再误会太子 小枫因为旭娘心情不好 赖着不愿起床 李承鄞直接将手帕丢在她脸上 告诉她旭娘已经出宫 小枫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她 认为她是故意包庇 却反被询问小枫是否在吃醋 小枫矢口否认大骂她有病 李承鄞为了让小枫带她去名誉坊 用狼牙做交换 小枫能拿回自己的狼牙 也便没有再拒绝 只是没想到两人换装到名誉坊后 老宝告诉小枫 明月认识了一个老乡好出手阔绰 看起来像个皇亲国妻 只可惜没有看过真面目 每次都只看到背影 小枫带着李承鄞欢天喜地去见明月 却发现明月的老乡好是他们的父皇 这倒霉又尴尬的场面 小枫赶紧解释 是自己认了明月为姐姐 便带着李承鄞过来看看 明月这时才知道小枫是当朝太子妃 小枫和明月姐妹情深 便将明月拉到一旁 询问她那个让她日夜思念的男人 是不是就是眼前之人 是否会后悔今日的选择 明月却表示自己绝不后悔 李承鄞将小枫拉出来 斥责她不该当面说这些疯话 可小枫一心只为明月着想 关心她是否能幸福 三日后便是上缘佳节 这时天空中有烟花绽放 绚烂的烟花令人光彩夺目 小枫和李承鄞望向天空 难得在喧闹中取得片刻宁静美好 也是难得的幸福画面 圣上也拥着明月看烟花 明月希望他们二人能永远在一起 两人相识一笑 依偎着看烟花 这时李承鄞发现有身影 从上空划过 急忙奔向皇帝和明月处 刺客已经直奔皇帝而来 紧急关头明月义无反顾挡在皇帝面前 李承鄞不是刺客的对手 刺客在羽林军赶来时 挟持了皇帝为人质 堂堂天子岂能受一名小小的刺客胁迫 皇帝告诉李承鄞如果自己死了 就由他继承大肯 当即便下令射杀 圣武军在 皇家 小枫说自己是太子妃 又是西州九公主 是为了两国交好才嫁过来 李朝绝不会让自己出现意外 所以他才是最合适的人质 刺客便推开了皇帝 抓了小枫便快速离开 刺客是顾剑 而这场刺杀也是李承鄞和顾剑 他们一手策划 只因皇帝之前频繁出宫来明玉坊 被高相得知经过调查 查出明月是柴木的亲生女儿 距离接近皇上 想找你报仇 为了能护住明月尽快扳倒高相 便策划了这场刺杀 借着明月受伤将她送进皇宫 一来可以躲过高家刺杀 二来明月在皇帝身边 也能加快高家倒台 明月为了复仇甘愿陷入险境 只是顾剑没有按援计划挟持李承鄞 火上冲 告诉她如果敢伤害小枫 必将她碎尸万段 顾剑看着李承鄞良久 还是将小枫带走了 皇帝下令关闭城门全城搜捕 同时也将明月带回宫就职 李承鄞快马加鞭来到柴木处 发现顾剑并未回到此处 我再给顾剑最后一次机会 顾剑不按原计划挟持李承鄞 反而掳走了小枫 小枫骗她临死前有东西转交夫君李承鄞 趁其不备向她撒了粉末 顾剑挡住粉末的同时 一把将小枫扔进了河里 等她快要窒息时 在跳入河中将她捞了出来 等小枫醒过来端着姜汤让其饮下 小枫咳嗽不止 顾剑轻轻拍她的后背 趁机一把扯掉她的面纱 看清刺客是顾剑 她想让小枫想起过去 所以将她扔进水里刺激她 小枫却以为她接近自己的目的 就是为了刺杀皇帝 就是欺骗利用 小枫让她送自己回宫 顾剑却不愿意她再回东宫卷入是非 小枫被带走已过了12个时辰 李承鄞怒气冲冲再次来到柴木处 质问顾剑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和小枫到底是什么关系 柴木再次隐瞒 声称都是李承鄞太紧张所致 小枫和顾剑没有任何关系 顾剑告诉小枫 她曾经是骗过她 自己也付出了代价 步步为营动摇小枫的内心 传递李承鄞不爱她 就是在利用她 随后将明笛拿给她看 讲他们在西周的过去 小枫似乎想起片片记忆 眼中浸满泪水 小枫情绪激动再次昏过去 皇宫里明月已经苏醒 皇上在床前悉心照顾 告诉明月自己会明媒正取 风起为非 高如意不怀好意来探望 刻意带了不要事与关心 皇帝对她怀有戒心 让其先行退下 不要影响明月休息 等高如意离开后 皇帝叮嘱明月 除了自己和太医安排的食物外 不要吃任何人送的东西 小枫在昏睡中梦到了顾小枉 晚间顾剑帮小枫抓来萤火虫 讲述她又是迷路的经历 小枫相信她是自己的朋友 希望她能送自己回去 顾剑沉默不语 次日准备了小枫爱吃的食物 可小枫一心想要回宫 顾剑却固执地认为李承鄞伤了她的心 两人之间隔着国仇加恨 不会让她回去再受煎熬 单吃灭国 她和李承鄞联手利用小枫已成事实 望穿给了三人重生的机会 阿渡和裴照为了让小枫能幸福 闭口不谈往事守护秘密 连小枫自己都不愿想起 可顾剑在不停地激起往事 却从未想过小枫想起后能否承受 小枫是真烦顾剑这个人生 小枫想起顾小五曾经许诺 杀了白眼狼王便来娶她 再三追问她是不是顾小五 顾剑却并未否认 而是告诉小枫当年他们两人有婚约 单吃灭族 等她再见到小枫后 已经成了太子妃 小枫责怪自己忘了很多事情 不仅忘了最爱的顾小五 甚至还嫁给了别人 曾县帅与林军搜索到林中木屋时 小枫想要跟他们回去 可回想起顾剑说的话 便惆怅百劫不知该如何做抉择 曾县发现小枫时 他还是趁其不被放了一屋 顾剑从中将小枫救了出去 李承鄞得知消息后 快马加鞭赶到木屋 曾县告诉他 好似太子妃不愿回去 如果他再反抗 你们绑也得给我绑回来 顾剑误以为记起了从前的爱人 可顾剑在山林里享受着幸福喜悦 顾剑这个替身 也眷恋着与小枫相依的美好时光 而李承鄞因为小枫 已多日未见赵瑟瑟 时恩劝他去看看赵良娣 赵瑟瑟听闻李承鄞正朝着青丸殿来 便急忙要到宫门口迎接 还让婢女准备她爱吃的点心 等李承鄞到了青丸殿 却扭头去了太皇太后宫中 聊起了小枫的点点滴滴 太皇太后告诉他 小枫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和宫中的女子不同 故见要带小枫启程回西州 可小枫想要带阿渡一起回去 现在宫中戒备森严 故见现在不敢贸然去接阿渡 可阿渡是他无法放下 也无法割舍的亲人 无论如何也不会将他一人留在上京 故见拗不过 答应偷偷带他回宫接阿渡 李承鄞谎称自己寻找太子妃没有头绪 便来找高相讨教 高相指引他往西州方向探查 李承鄞表面感激不尽 这让高家误以为 李承鄞一心在寻找太子妃身上 真正的山羽 越来风满楼不可怕 可怕的是山羽越来却无风 李承鄞找到先太子太妇 当年科考舞弊案 主审官揭示高相党羽 七名落榜考生集体在家中自裁 他们偷偷留下血书 上面说明了名落孙山的真相 先太子也因为此案被撤了太子位 如今李承鄞想用这桩旧案扳倒高相 为先太子报仇 也为自己母亲的母族报仇 太妇知道他是要釜底抽薪 便将血书交给了李承鄞 而他又偷偷送到太常四卿西卿卓手中 此人刚正不阿苏来仗义之言 正是一位不怕死的阎官 便由他来推波助澜最为恰当 晚间顾剑和小枫偷偷潜入宫中 正好碰到李承鄞在承恩殿 李承鄞让阿渡和永娘先下去 自己徘徊在殿中 回想着自己和小枫的种种 万般滋味萦绕心中 小枫看着他 心里也是无比酸涩 渐渐变红了眼眶 李承鄞抚摸着送给小枫的鸳鸳涛 脸上尽是思念和悲伤的神情 敖堂之上寒冤屈死橘子的血书 被摆在皇上面前 上面更有万人为此事签名 无疑不再显示有人在动摇国本 矛头直指高相 高相表示愿意接受调查 但此案早在前太子时便已结案 落选橘子每年都有自杀的人 不能都算在自己头上 高相极力辩解 而血书又从何而来 也许是伪造的 高家党与遍布朝廷 都在为高相喊冤 皇帝便让太子查清此案 而李承鄞还在全力寻找太子妃 便举荐刑刑部尚书宗换来调查此事 宗换是高相提拔上来的 在众人看来此案只是走个过场 定会不了了之 散朝后 高相给宗换写了一幅字 提醒他不要忘了当初的提携之恩 然而等宗换收到字以后 虽读懂了高相的意思 但却只是一笑置之 太夫知道 从自己交出那卷血书时 他的生命也将要结束 高于明定会查找血书来源 自己早晚会被他找到 自然也不会放任自己苟活 这一生也算对得起太子 对得起圣上 还有那些驱死的举子 高坤禀报等找到太夫 人早就挂在了房梁上 高于明心生疑云 背后这个人到底是谁 高于明担心皇帝 已经要盘算着整治他们 便打算用高显来扳回如今局面 高显收到消息后 通知部下重拾养扣自重的老把戏 朔博接连占领李朝三个城池 而西晋安护府 因为沙尘风暴 粮草不足兵马不齐等原因 被朔博打退了回来 皇上得知作战失利十分恼怒 朝堂上高相跪下请罪 请止对高显从严发落 而皇帝不仅没有降罪高显 反而封其为镇远大将军 并调拨了粮草军下 助他平复朔博之乱 此事皇上深深体会到 先太子曾说过的话 高相党羽遍布朝廷 李朝都快要异性了 自己这个皇帝当得真是窝囊 西晋卓找到宗焕府上 质问他为何不再调查举子一案 宗焕告诉他 自己看出圣上的圣意不让再调查 西晋卓讽刺他 为求自保贪生怕死 丢失了读书人的良知 宗焕大骂他是迂府的老夫子 不懂得迂回查案 西晋卓知道宗焕是为了韬光养晦 这才放下心来 为了给外面的眼线演戏 西晋卓又在门口大骂宗焕继续演戏 李承鄞担心想念小枫 拉着陪赵喝酒 以前他总认为小枫爱闯祸 其实自己也想他能没心没肺地活着 更不想让他卷入是非当中 只想每日能和他半嘴吵架 小枫能待在东宫等他回来 上元节当日 太子要陪皇帝登城楼 太子妃下落不明 只能让赵良帝一袭红衣 顶替小枫上城楼 婢女拿出花盛 让李承鄞为赵良帝沾花 象征着夫妻恩爱长久 而另一边顾剑也买了花盛 要为小枫沾花 小枫却以自己身着男装不合适为由 拒绝了他 但还是收下发簪放入怀中 顾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皇帝带着高贵妃 李承鄞带着赵瑟瑟登上城楼 俯视百姓与民同庆 向百姓挥洒钱币 已是皇恩浩荡 小枫三人混在人群中 看着城楼上的李承鄞和赵良帝情色和明 心里醋意翻涌百感交集 小枫决意要斩断过去 不应再对李承鄞恋恋不忘 自己应该要回到西州 百姓们叩谢皇恩浩荡 这时顾剑拉着小枫和阿渡离开 被站在城楼上李承鄞看到 慌忙向皇上禀告 他看到了太子妃 让关城门抓刺客 可皇上犹豫片刻认为 此时关城门会引起百姓恐慌 李承鄞眼看着小枫即将消失在视线中 便着急自行离开追赶 途中放了一把火 渐渐浓烟弥漫火势蔓延 皇上在护卫下只好先行回宫 城门及时关闭 三人也未能出城门 李承鄞急忙下城楼寻找小枫 百姓四处奔跑将两人冲散 怀中的发簪顺势掉落 顾剑为了捡发簪 在抬头已不见小枫身影 小枫被挤到人群中 这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街中大哭 便急忙过去护住孩子 身后的木架倒塌砸在小枫的头上 昏倒前看到奔向自己的李承鄞 被柴木强行拉走的顾剑 还有着急的阿狗 最终小枫陷入昏迷中 李承鄞失而复得将她带回东宫 小枫头部遭受重创 昏迷中想起了她最爱的顾小五 死于最爱之人手下的阿翁 被逼死的阿娘 被逼疯的阿爹 还有走投无路两人一同跳入望川 望川的水没有让她彻底忘记 小枫想起以前的痛苦记忆 她无法接受自己嫁给了仇人 还又再次爱上她 小枫极尽的痛苦再次陷入昏迷 等在睁开眼睛 看到皇帝等在承恩殿 询问她为何会出现在朱雀门 还有刺客的相关事宜 小枫没有透露固件的半点信息 纵然皇帝半信半疑 但也没有过多追问 皇帝告诉李承鄞 刺客行为疑点重重 势必要将她揪出来 小枫哭着告诉阿渡自己想起了一切 阿渡你都清清楚楚 是的 公主 小枫大吃一惊 这时才知道阿渡在庄牙 阿渡告诉她只有这样 才能在她身边保护她 小枫陷入崩溃边缘痛苦撕海 为何要让自己落入如此境地 为何要让自己活在仇人身边 李承鄞胜怒之下失去女志 杀到柴木处 被顾剑拔刀相下 丝毫不留情 住手 顾剑明知自己生命只剩下六个月 哪来的时间给小枫幸福 小枫是和亲公主 肩上有她身为一国公主的责任 有两国百姓的期许 逃离礼朝 让她如何面对因此导致的两国纷争 硬生生将小枫拖入地狱 李承鄞是储君是未来天子 顾剑是臣 可他不遵军令 擅自改动原本刺杀计划 卢走小枫引起皇帝对刺杀案的猜忌 你跟小枫到底什么关系 我一定会带她走的 李承鄞回到东宫找小枫要答案 只想知道她到底怎么了 明知顾剑是刺客 为何还要在外那么久不回来 可小枫给她的答案 也是因为恨她不想看到她 所以要永远离开 想起顾剑说过同样的话 盛怒之下一把扛起小枫便冲向寝殿 任由小枫锤打都不放手 要将她永远禁锢在自己身边 次日李承鄞看着她熟睡的脸庞 却听到她喊着顾小五的名字醒 李承鄞追问谁是顾小五 小枫表示 顾小五是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 李承鄞愤怒地离开承恩殿 再次找到顾剑眼中带着浓浓的杀意 而顾剑还在挑衅 扬言自己是小枫青梅竹马的恋人 如果不是因为和亲二人早已结为夫妻 小枫以前之所以对她好 都是因为她失忆暂时忘记了自己 现在想起来她才是她唯一的爱人 自己定要带小枫走 明目张胆地夺当朝储君的妻 何人能容忍 所以李承鄞深夜到访柴木处 狠狠地告诉她顾剑必须死 柴木十分错愕 不能眼睁睁看着顾家血脉自相残杀 急忙为顾剑求情 而李承鄞已被恨意填满胸腔 李承鄞离开时被高相的人目睹 很快高相就得知了消息 深夜来到柴木处 远远地认出柴木便是当年应该死掉的陈征 陈征是太子背后的高人 说明太子已经知道了当年的真相 高于明告诉高坤 再不出手就来不及了 等李承鄞回到东宫后 便让陪照增加与林军戒备东宫 不许陪照问缘由 只需执行命令 要外松内言 放得尽一只麻雀 却出不去一只苍蝇 李承鄞来到承恩殿看小枫 被阿杜拦在门口 小枫已经对她无话可说 因为她不是顾小五不是她爱的人 小枫是她的妻子 自己全身心对待她 难道两人在一起的美好都是假的吗 小枫冷冷地表示一切都是假的 最好全都忘了 李承鄞问她如何才能忘 小枫更加冷漠地告诉她 只有让自己杀了她就能忘 而让你亲眼看着顾小五 是怎么死的 随后拿出 小枫和顾剑两人之间 用来联络的鸣笛 告诉她 要用这只鸣笛引顾小五前来 与林军弓箭手万箭齐发 看看顾小五还能不能逃走 小枫这时慌了神 抢夺鸣笛却未成功 眼睁睁看着李承鄞放了出去 而顾剑看到鸣笛 明知是李承鄞设的局 还是毅然决然潜入东宫 知道这是她赴死的信号 还是如同飞蛾不果 不计后果闯入东宫 与林军设下天罗地网 护得了小枫护不住阿渡 阿渡不慎重剑 小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阿渡 却被剑划伤胳膊 阿渡眼疾手快拉住小枫 使得伤口流血不止 阿渡用力将小枫拉上房顶 自己摔落下去 小枫体力不知也跟着掉下去时 被顾剑飞身接住 他去救阿渡时 裴照拉着小枫跑向另一边 顾剑带着阿渡想要往里闯 被裴照迎面拦住 别再往里闯了 你走吧 可他根本不听劝告 硬是打退裴照 带着阿渡闯了进去 这也正好掉入李承鄞的陷阱里 被弓箭手团团包围 李承鄞将小枫带到城墙上 小枫请求他下令停下来 而回应的只有仇恨和执念 转头又去求裴照 可裴照只能听命行事 李承鄞一声令下 无数的利剑射向顾剑和阿渡 小枫落泪大 这是怎么样的修罗场 小枫无助疯狂大 顾剑将阿渡推出去 自己身动顾剑倒在墙角下 小枫心疼的泪流满面 顾剑却吃笑地看着他 李承鄞眼里的泪 小枫眼里的泪 和顾剑眼中的笑 三相对比令人万分心痛 这一幕也深深刺痛着李承鄞 便下令继续放箭 顾剑迅速将阿渡护在身下 以人肉之躯铸成铜墙铁壁 自己承受万箭穿心 小枫疯狂地捶打李承鄞声泪俱下 大喊恳求他停下来 陪赵看到李承鄞的手势 大叫停手 小枫疯一般地跑下去 奔向奄奄一息的顾剑 他曾对小枫说过 如果你背叛了全世界 我会为了你 与全世界为敌 沧海一速何敢与全世界为敌 武功再高强也就只能自保 为了救阿渡 被射成了筛子丢了性命 他的罪熟完了心灵得到了解脱 却让他口中一直说要保护的小枫 更加加深了负罪感 小枫痛苦哀嚎哭地撕心裂肺 李承鄞问他顾剑的死 就让他如此难过吗 是不是恨不得杀了他 那就恨我吧 阿渡重伤昏迷不醒 小枫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因为自己爱上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让身边无辜的人 一个个失去了性命 而他爱的顾小五也早死了 现如今让他清醒 而又痛苦地活着 就是天神对自己的惩罚 小枫几日以来水米未尽 就这样不眠不休守着阿渡 对李承鄞更是视若无睹 把阿渡抬出去 免得他把病气过给太子妃 小枫急忙接过周大口大口地灌下去 永娘心疼地红了眼眶 李承鄞也很心疼 但却拿他没办法 只能用阿渡威胁他 让他来吃东西 随着赵静宇传来的密报 连日来的阴霾被掩埋了些 赵静宇查到了当年依莫言的属下 拿到了他们以前和高显养扣自重的证据 还有高显和朔伯王用同样的手法 扰乱边境的重要罪证 宗焕调查高相科举舞弊案异常顺利 一切都在按照李承鄞的计划发展 自杀橘子的家人在刑部击鼓鸣冤 直至闹到皇帝面前 李承鄞在推波助澜 致使皇上容颜震怒 高于明也终于得知 自杀橘子的领头竟是宗焕的开门恩师 这宗患并非能为自己所用 高贵妃挺着肚子来为高相求情 希望皇上能顾念亲情 不要治罪自己的父亲 更是用腹中孩子要挟皇上 皇上大怒打了高贵妃一巴掌 如果你想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能活下去 就安分 很快皇帝贴身太监曹吉来到高府 以贵妃突发重疾皇上下旨宣他即刻入宫 高于明如此聪明 自然知道此次进宫凶多吉少 便提出先去更衣再进宫 曹吉只好让其尽快 记着我给你交代的事情 我信本头地送出去 然后即刻离开上去 自己则进宫为高坤拖延时间让气快逃 留得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高坤从后门匆匆离开 高于明进宫后发现 这是去洪文馆的路并非贵妃的宫中 到达洪文馆皇上已再次等他 提起了两人三十年都未曾提起的顾如慧 皇上一直都知道他在装病 前朝后宫结党银丝坏事做尽 列举了他高家逐条大罪 今日的荣华富贵皆是皇上所赐 自然也能全部收回 今日他便再劫难逃 高坤不似高于明心狠 终究不忍心放任妻儿不管 半路良心发现又折回去带老婆孩子 也因此耽搁了时间 等待着一家出门逃跑时 被陪照得与邻君团团围住 高于明自知大难临头 也揭穿了皇帝的真面目 自己只不过是他手里的浮沉 皇上说灰到哪里 他便将哪里的灰扫掉 故如会是个不折不扣的忠臣 可惜功高盖主 皇帝自然实施提防直到容不下他 高于明承认自己犯下了罪孽 但明确表示自己从未派人刺杀过明月 即使她是陈征的女儿 天空中飘起额毛大雪 阿渡也终于从昏迷中苏醒 小枫万分惺喜 在西州第一场雪是祭奠亡魂 洗刷心灵可以让人的灵魂纯净而去 阿渡询问小枫如果真的原谅了顾剑 他想在院子里祭奠她 深夜 小枫和阿渡按西州的方式祭奠顾剑 固然园中刮起一股小枫 卷起了雪花飞入空中 而他们也该离开了 我要杀了李承认 次日 朝堂上皇上直接下旨诛杀高氏满门 高氏党羽不论官职高低一律发配边疆 同时也为顾如慧平反冤案 追风顾如慧为护国公 赐葬忠孝陵 最是无情帝王家 最冷酷无情的莫过于皇帝 高家倒台 高于明甘愿赴死 只求皇上看在高如意生怀皇嗣的份上 饶他一命 高贵妃被皇帝赐了落胎要贬为庶人 即便已快要到了生产之日 远在西境的高显收到密信 高家已经出世家破人亡 便赶紧准备带人出关去西州 李承认终于为顾家报了仇 希望柴慕能留下来以后辅佐他 可柴慕如今已了无心愿 打算远走天涯 便拜托李承认转告明月照顾好自己 李承认知道无法强留 只能放弃离开 等他欢喜地冲到承恩殿 找小枫分享喜悦时 被小枫用刀狠狠刺入肩膀 伤口鲜血淋漓分外刺引 没想到小枫因为顾小五 会恨他到如此地步 小枫哭笑不得 他也恨自己为什么就是忘不掉 看着小枫伤心欲绝的模样 心灰意冷拔出匕首放入小枫手中 让其杀了他 小枫推开他 心痛和悲伤充斥着全身 李承认带着仙红伤心地离开承恩殿 受了刀伤在青鸾殿半夜起了高热 开始无言乱语 昏睡中还是对小枫无尽的留恋 赵瑟瑟心如刀脚背感凄凉 在园中独作一宿 李承认来到身后 等四目相望时却无言以对 这么近的距离心灵却又那么远 李承认直径走了出去 赵瑟瑟眼泪滑落 牢狱中的高于明听到桑中响起 便意识到女儿已经死了 李承认告诉他高贵妃小产死于血崩 自己则是来送他最后一程 如今只想知道 当初为何要置顾家于死地 还害死了他的亲生母亲 高于明嘲笑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 李承认不怒反承认 声称就是自己这个傀儡要了他的命 即便临死前 他也要在太子和皇帝心上扎上一根刺 一根永远无法拔掉的刺 陈征是顾如慧的知己好友 顾家和陈家的势力为皇帝所忌惮 皇帝通过高相铲除了顾家和陈家 陈征作为顾如慧的好友 势必也被皇上视作潜在风险 在他远走天涯时 皇帝在他住的客栈要了他的命 紧接着明月就收到御膳房送来的点心 点心里藏着一封信 看完明月便泪流满面 等皇帝到来 明月问他 是否曾后悔过自己所做过的一切 是否会放过他的父亲 真会 他自小在烟花丛中长大 说的是否是真话一眼便能看穿 皇帝谎话连篇明月失望至极 更何况他都已经收到了父亲的死讯 皇上将权力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自己终有一日也会像垃圾一样 被他所抛弃 即便自己身怀有孕 依旧无法阻止他杀害自己父亲的决定 明月无法原谅 所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皇上受到惊吓又悲伤过度 导致风瘫 四肢为米无力失去言语 李承鄞对他没有了以往的恭敬 责怪他因忌惮高家势力 以至于从小便对他冷冷淡淡 忘记了他还是自己的孩子 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 终究也是一个逃不过情字的普通男人 就在李承鄞对着皇上宣泄自己的感慨时 赵瑟瑟偷偷偷用马车将小枫和阿渡送出宫 李承鄞被小枫扎伤高热呢喃时 都在喊着小枫的名字 祈求他不要离开 这令赵瑟瑟伤心欲绝 他其实早就发现李承鄞早已对他变了心 不知从何时开始 李承鄞对太子妃很在意 而那份在意对他却不曾有过 然而最可笑的是 太子妃说他从未爱过李承鄞 次日 赵瑟瑟出宫去玉拳四位皇帝祈福 陪赵并未起疑心 就这样大摇大摆将他们两人带出了宫 小枫非常感激赵瑟瑟的帮助 而赵瑟瑟却冷冷地表示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己 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谢 同时也希望小枫永远不要记得他 这辈子也不愿再和他相见 可洛西从玉拳四祈福回来 进宫来看陪赵 得知洛西并未见到赵瑟瑟 而且他出来时 玉拳四已经关门 陪赵心里大惊 才意识到出事了 急忙策马追了出去 很快陪赵将他们全部带了回来 禀报给李承宫 李承宫怒斥赵瑟瑟 放走太子妃就是犯了死罪 小枫急忙解释 一切都是自己的主意 和赵瑟瑟无关 李承宫又训斥小枫在宫里那么久 还是未能看透人心 什么人的话都相信 赵瑟瑟也不否认放走小枫 直言太子妃根本就不喜欢他 也不愿意留在宫里留在他身边 所以才要送他离开 是朱新身为一颗棋子 等李承宫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这颗棋子便失去了利用价值 外面下起了额毛大雪 赵瑟瑟站在青鸾殿外望着门口 每日等待着李承宫 她疯了 这一生爱错了人 最后成了一个笑话 而风恰恰证明 她曾爱得多么孤注一掷 爱而不得不止是赵瑟瑟 还有李承宫 当她再次吹起婉转悲伤的曲子时 却惹来小枫的讽刺 爱情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 小枫认为她一生所求的只有权力 李承宫再次向小枫表达 自己是真的爱她 她才是自己的一生所求 小枫苦笑 以前为了赵瑟瑟整日要休了她 现在又对自己倾诉忠常 自己又该如何信她所言 李承宫心里万分难过 不知如何做才能走进她的心 恨自己不是她心中爱着的顾小五 其实我心里 心里一直都有 李承宫大喜过望激动的热泪盈眶 欣喜若狂地紧紧抱住小枫 知道她心里有自己 即便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而小枫之所以告诉她实情 是因为她要走了离开李朝 小枫在唇上抹了迷药 这一吻迷倒了李承宫 安顿好她之后和阿渡准备溜之大吉 在院中却碰到巧手以盼的永娘 阿渡担心永娘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便上前点了她的穴道 小枫抱着永娘向她道别 可永娘却用眼睛向她示意地上 小枫才发现地上掉了一个袋子 那是她为小枫准备的盘缠 满满一袋金叶子 小枫感动得落泪 在这个宫里只有永娘是真心待她 小枫想让阿渡为她解开穴道 阿渡摇头 因为只有这样对永娘才是最好的 小枫担心永娘被冻坏了 便将自己的披风给她披上 小枫紧紧地抱着永娘 永娘口不能言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今日一别 便是后会无期 两人来到米罗九四 米罗以为两人安排好一切 次日跟着高丽商队混出京城 一大早李承宁在恍恍惚惚中醒来 在承恩殿也未找到其综艺 听到裴照禀报永娘在院中站了一宿 才意识到小枫真的已经离开了自己 小枫和阿渡逃到出关关口 碰到守株待兔的裴照 裴照劝说小枫跟她回东宫 如果她执意要回西州 势必会引起两国祸乱 独善其身执拗而活未必快乐 如果痛苦一生能为自己所爱之人而活 那么也就不叫痛苦了 小枫询问她为了什么而活 是李承宁还是皇帝 小枫这次只想为自己活一次 她告诉裴照自己已经想起了全部 东宫和李承宁都是她无法背负的枷锁 小枫明确告诉她 即使她不放行 哪怕就是死也要闯过去 裴照心中不忍便命人打开城门 放小枫和阿渡过去 可就在这时 李承宁策马而来 大声命令关闭城门 明明城门就在眼前 眼看着就只有一步之遥 在城门即将闭关时 小枫狠狠抽打阿渡的马 让她快速冲出城门 轰一声将主播二人阻隔在两个世界 小枫弃马跑上城墙 李承宁紧随其后 等她登上城楼看到小枫已站在城墙上 李承宁责怪小枫心太冷 任凭自己怎么悟都悟不热 小枫冷冷地告诉她 那是因为她的手比她的心还要冷 可李承宁知道小枫曾经爱过她 哪怕比爱顾小五少千万倍 她也是爱过自己的 我爱过她 只是顾小 李承宁坚信她爱过自己 因为在她射杀顾剑前 小枫看她的眼神就已经发生改变 想不通为什么要拼命地逃 为何会如此恨她 小枫羡慕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不用沉浸在痛苦中 而自己却在不断地想起 时时要忍受痛苦的折磨 李承宁不知道自己究竟忘了什么 她想不明白 更不想就这样失去小枫 李承宁再三恳求她 告诉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而这时小枫微笑着 决绝地跳下了城墙 李承宁疯地嘶吼着小枫 想跟着一起跳下去 却被裴照等人死死抱着 看着小枫如同落叶般飘落时 在刺激下想起了一切 自己才是小枫念念不忘的顾小枫 当初自己是如何欺骗小枫的感情 如何杀了她的阿翁 逼得她走投无路跳了望穿 过往的画面一幕幕涌现在脑海中 撕裂般的疼痛 充斥着李承宁的每一根神经 痛苦之下口吐鲜血晕了过去 而小枫在快要坠落时 被阿渡飞马接住 带着她策马扬边奔西州而去 李承宁昏迷了七天七夜 口中喊着小枫的名字醒来 急切地寻找小枫 而陪兆却告诉她紧急军情 高显逃到西州 联合西州王屈天则谋反 这令李承宁大惊 高显知道李承宁对小枫用情至深 窜夺西州王利用小枫来挟制李承宁 达到对抗李朝的目的 可屈天则是小枫的哥哥 是个热血男 绝不会把女人推到前面挡刀剑 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妹妹 她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而小枫知道自己的哥哥要发动叛乱 这一刻才恍然大悟 小枫回到西州 却得知哥哥要与李朝开战 只为多年受到压迫的西州找回尊严 也是西州所有男儿的心知所向 如果小枫还在中原当太子妃 那么她也不会有勇气这样做 此刻小枫才恍然大悟 陪赵说过如果她要是返回西州 那将不再是她和李承宁之间的事 而是李朝和西州的问题 百姓听到要打仗纷纷开始逃离 这样的情形令小枫愁绪满怀 认为都是自己的错 因为自己想要忘记顾小五 放下李承宁 回到西州 却无意当中推了哥哥一把 可就在她跳下城墙时 她便重新成为西州的九公主 不能再为爱恨纠结 此刻该为西州安宁而活 阿渡也是西州的一份子 为了阻止战争 不让百姓流离失所 在两国开战前一晚 趁着小枫熟睡时 向她告别 悄悄潜入高显的营帐 对她进行暗杀 从床下一剑刺入她的胸口 高显在临死前 也拔出身边的剑从床上刺下去 就这样阿渡和她同归于尽 小枫醒来不见阿渡踪影 很快得知高显遇刺身亡 心中生气不好预感 等她赶到时 看到刺客是阿渡 小枫将阿渡抱在怀里 无声地哭泣心碰到极点 两军对垒 双方叙事待发 大战即将爆发 就在这时小枫快马赶来 手里还提着高显的人头 堪堪停在两军中间 大喊叛臣高显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小枫劝说哥哥为了西州百姓停战 不能为了高显的一己之私 赔上西州男儿性命 而他们父王所做的一切并未丧失尊严 小枫回头看着李承鄞喊了顾小五 李承鄞瞬间红了眼眶 小枫告诉他 纵然他骗过自己 背叛过还杀了他的至亲 可他至始至终唯一深爱过的人 只有他李承鄞 所以做不到杀了他为至亲报仇 如果要是觉得对不起他 想补偿那边就停战 一边是哥哥 另一边是丈夫 他无法选择 无论选哪一边都是背叛 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性命换取两国和平 小枫将刀架在脖子上 让李承鄞旅行 当初答应过要为自己做的三件事 当中剩下的两件事 话音刚落 小枫挥动金错刀自吻 大漠黄沙 落日余晖 小枫一袭白衣 用一把刀结束了惨淡的一生 李承鄞发疯般奔向他 一声声小枫在风中悲鸣 还未来得及说声我爱你 李承鄞便永远失去了他一生之爱 万佛似的和尚说 一切皆有因果 善缘也罢 孽缘也罢 切记不可强求 一切还是随缘才好 可那一天红衣烈火 燃过谁的心头 那一天白衣玉树 长在谁的岁月 望穿之水可以忘情 然而你在我心里 我又如何忘却我自己 小枫用自己的死保护了西周 也用死真正得到心灵解脱 李承鄞因为答应过小枫要好好活着 却也是孤独终望 让活着的人永远记得失去之爱的痛苦 这大概便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吧